第三十九章 寿臣 凌亚那个气啊 本应该是自己生气 怎么现在反倒成了被欺负的那个 陆云给她的感觉到越来越像 不要跟陌生人说话 里面的安家和了 看到她跟男人说话就不爽 控制欲极强 让她有些不适应 五分钟后 今天第一次底线名额被用了 她趴在陆云怀里 咬了她肩膀一口 陆云搂着她的后背 任由她折腾 不过凌亚也只是小小惩戒了一下 并没有针下狠手 咬完后 她撑着男人的胸口就这么看着她 哼 搬不上跑我学校宣誓主权来了 陆云搂紧了女孩的身子 下巴放在她肩膀上 歪着头靠在一起 明天爷爷过八十岁生日 我得带你先去换身打扮 啊 明天吗 我完全不知道 嗯 不在家里吃 在我们家的一处酒店 到时候会有其他家过来喝瘦 我也好 带你过去认认人 这个 还是别了吧 凌亚不太喜欢社交 她也很难想到自己 跟着陆云走在一起 带着笑脸跟陌生的人交谈 而且 来人肯定都是非富即贵 她有种骨子里面的谦卑 容易怯场 这也是爷爷的要求 可明天去见了外人 万一到时候我离开你了 会不会让你们陆家很没有面子 陆云身子一顿 随后抱着她躺在了后座 四目相对 她用着不解的语气道 你就这么想走 呀呀 你真的 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没感觉还帮你传统手一活吗 你以为我是干啥的 凌亚叹了口气 但见陆云眼睛里面都有了血丝 最后只能抽出一只手 摸了摸她的脸 阿云 我怎么会对你没感觉呢 但你控制欲望和占有欲太强了 不说我 就算是她 也会不舒服吧 区别在于 我会说出口 而她不会 两人的距离有些近 凌亚说话时的气息 都吐到了她脸上 看着眼前清澈的眸子 陆云深吸了口气 是不是今天的行为 让你有些不舒服了 我没有偷偷观察你 只是刚好过来 如果你不喜欢我这样 我可以慢慢改 阿云 这不是改的问题 我感觉 你是把我当成了你的所有物 这让我很不自在 我是个人 不是说跟你有了婚约 就是你的东西 张凯我是不喜欢 但她就是过来说了几句话 你还威胁她 那后面还有李凯王凯 麦特凯呢 你都这样做吗 陆云沉默了 二人对视一会儿 她轻轻说了句对不起 凌亚闭上眼睛 决定把事情说清 回想起两个人的相处 她其实有些难受 只要自己不同意她的话 她就用那种眼神恐吓自己 她提出的想法 她貌似也不太乐意接受 而一旦她跟异性有接触 她就强势地压过来 甚至连两个人出去 也都是她给出选项 让她来挑 看起来是征求她意见 可哪次是真的由她做主 更何况 她还知道自己的身份 想用这个东西拴住自己 让自己留在她身边 她受不了 就算以前的灵妹子 也怕是受不了 家庭的因素 再加上她事业上的一帆风顺 令她总是带着上位者的态度 对待自己 她是喜欢她 可这还是正常恋爱关系吗 好了 你松开我吧 凌亚情绪不好 轻轻震开她后 靠在车窗边愣神 陆家像个金碧辉煌的鸟笼 但无论再怎么豪华 还是个鸟笼 陆云知道自己 好像做错了 但她也不懂怎么改 只能看着她一个人难受 凌亚此刻还穿着拉拉队的衣服 绿色的陆七长衫 把女孩交好的腰身露了出来 原本正在自责的陆云 看了一会儿后 只感觉有些燥热 默默调低了冷气 她贴近了女孩 感受到她的手 凌亚生气了 这次是真的生气了 陆云 你买个冲气娃娃吧 凌亚抓住了她的手 以后也不用憋着 想干嘛就干嘛 娃娃还不会反抗 更重要的是 娃娃不会给你招风影蝶 除了你 也不会有人天天盯着 闻言陆云的手都僵住了 呀呀 我不是这个意思 对 你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毕竟娃娃也不会气你 你应该会更开心 只是没有那种征服感是吗 凌亚咬着唇 一字一顿道 你其实根本不喜欢胡叛对吧 只是因为错付了感情 让没怎么遇到挫折的 你有些懊恼 所以现在 想要报复回来 让这个令你吃瘪的人 最后臣服于你 你会很有成就感 我说的对吗 陆云没有回复 但凌亚却如同宣泄一般 继续说着 你能花那么多时间精力 去调查我的曾经 甚至给我下葬 我很感激你 真的 但跟你在一起 我总感觉 你对我并非真心 我得不到安全感 凌亚指着胸口 定定看着她 没有安全感 而且我害怕 我怕自己最终跟你在一起 也会是因为 一时的冲动与感动 这样对我们俩都不公平 凌亚 陆云的声音有些沙哑 凌亚能听得出来 她有些懊恼和难受 但她也想把事情彻底挑明 自己从男变女 如果真的要尾身一个男人 那也得是真正相爱 你不用担心 你们陆家多厉害 我能跑得了 你放心 我不会跑 我会一直跟在你身边 我会履行未婚妻的职责 你提出符合身份的要求 我都会满足 说到这里 凌亚一把抱住了她的手臂 甚至用那对宝宝粮仓 夹着她的手 仰着头带着媚笑 你喜欢什么样子 我就变成什么样子 可以吗 阿云哥 陆云只觉得心脏抽出了下 她抽出了手臂 双手抱着她的肩膀 不适的压压 以后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不会多管你行不行 我也不会强迫你 明天你不想去 那就不去 行了 陆总裁 我明天会去的 凌亚顺势躺在了她的怀里 今晚回去后 就把我房门钥匙给我吧 我回自己屋睡 等我这几天倒霉日子过去了 你要我都给你 谁让我是你未婚妻呢 凌亚的话如同刀子一样 扎在了她胸口 陆云搂着女孩没有说话 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很近 但她感觉她却很远 到了酒店 造型师和她的小助理 已经迎了出来 凌亚大大方方挽着她的手 走了过去 脸上带着笑意 丝毫没有之前耍性子的感觉 看着任由造型师摆布的凌亚 陆云皱着眉站在门口 也在整理自己的想法 凌亚的话其实也没说错 自己确实一开始 有些报复的心理在 但这么多天的相处下来 她认为自己是喜欢她的 但时间太短 也经不起推敲 更何况 她也对小鸭的身躯恋恋不忘 真说对皮囊没兴趣 也是假的 但即使告诉凌亚 自己是真心喜欢她 爱她 她信吗 她恐怕也不信 眉心又开始跳着疼 她闭上眼睛揉了揉 往后倒退着 走出了房间 站在走廊的落地窗前 她看着繁华的都市 思绪飘了老远 确定了发型和衣服配饰 凌亚踩着高跟鞋 来到了走廊 换了一身阿云 陆云扭过头 眼底露出一丝惊艳 凌亚不太喜欢鲜艳的颜色 所以最终挑了一款 白色碗里服裙 经过造型师的手 一头长发微卷 披散在脑后 倒是有了一丝高雅气质 略是粉带 看起来比之前成熟一些 两只小巧的耳垂上 挂着白色的耳饰 裙底微微露出 白色的高跟鞋尖 碗里服像是在胸口上 用布料打了个结 一块遮住了左边半个香肩 另外一块 则附着在右臂上 令饱满的胸部 微微撑了起来 而小半个白皙的后背 暴露在空气中 女孩的腰身很细 但顺着腰下 则是陡然增大的臀部曲线 裙摆的下端 将笔至修长的双腿 完全遮掩住了 凌亚看着陆云 好看吗 见陆云缓缓点头 凌亚扯出一丝微笑 没给你丢人吧 陆云没有说话 而凌亚也自觉无趣 转过身说道 明天就这么穿了 辛苦二位 不辛苦不辛苦 凌小姐天生丽质 刚刚陆总的眼神都迷离了 啊 是啊 她未婚妻那么漂亮 当然眼神迷离了 第四十章 冷战 真正意义上的冷战 虽然不知道 两人之间具体发生了什么 但汪明伟还是感觉到 车内都充斥着压抑的氛围 明明昨天还开开心心的两人 怎的接而去 有些不对劲了 不过尽心尽责完成自己的工作 不去揣测领导的想法 这是汪明伟跟了陆云这么多年的觉悟 凌亚上车后 也没有看手机 就这靠在车门边看着风景 投影在车窗上 两眼放空 陆云拿起手机又放下 考虑再三 也不知道该怎么打破这个沉默的氛围 这种诡异的感觉 也被老爷子所察觉 毕竟是战场上下来的老兵 直觉灵灵得很 虽然陆云也是照常给凌亚加菜 而凌亚也是笑着回应 但两人之间就是有些不太正常 气氛终于在凌亚拿着钥匙 回到自己房间后 推到了顶点 混小子 跟我出来 老爷子看着凌亚关上门后 把坐在沙发上的陆云喊了出去 两人坐在外院的石凳上 陆云低着头没吭声 而老爷子则是满脸怒气 明天就是我的生日 怎么 非要在这个时候跟我闹这么一出 丫丫只是想多要接隐私 爷爷您别瞎想 哼 当你爷爷眼睛瞎了 我看不出来 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不说清楚 你今晚别想进屋 陆云控制了下情绪 抬眼看向老人 爷爷 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 而且我答应过你的事情 我一定会办到 你放心 我们之间没 砰 石桌被老爷子重重拍了下 而老人也是情绪激动地站了起来 你个王八犊子 还敢跟我撒谎 你从小一说谎话 就是这副表情 你是不是觉得翅膀硬了 不把爷爷当回事了 要不是我跟你爸 你能有这么大产业 就算你牛比轰轰 再怎么有商业头脑 没有我这个当家的 你正快起来 见老爷子过于激动 陆云立马站起来 扶住了老人 爷爷 您别激动 您心脏不好 来 您先坐下 我跟你说 我说 老爷子横眉怒视着陆云 作为他最有出息 也最欣赏的孙子 要说他不喜欢是不可能的 但这个孙子 对待灵丫头的事情上 总让他觉得不太舒心 阿云啊 你 爷爷您先坐 我慢慢跟您说 陆云把老人安顿好 自己也重新落座 他垂谋思索了下 到底要怎么跟老爷子讲清楚 灵亚死了 身体里面是个男人 说出来只有两个结果 一个是老爷子觉得自己 骗他气昏过去 另外一个 则是 可能接受不了这么大刺激激动地晕过去 两个结果都不行 看着陆云抓耳挠腮 老爷子也是悠悠叹了口气 是你冷落了那丫头 还是那丫头反悔了 陆云看了眼自家爷爷 抿了下嘴唇 哑着声道 可能是我的问题 压压从摔到脑袋后 就变得开朗了很多 他现在无论是性格还是穿着 都更找其他男人喜欢 所以我 我是有些不太开心 跟他说话语气重了吧 啊 你还给自己找理由 老爷子看得透透的 自家孙子什么性格 你从小占有欲就特别强 玩具从不舍得跟人分享 做事执着耐心也好 我本以为灵丫头跟了你 你会好好待她 让她日子好一点 倒是没想到 在她交友的事情上出了岔子 怎么 是那个性情 还是性张的 招惹到你了 你跟丫头吼了 您都知道 也不想想 小汪是谁安排给你的 在心中默默给汪明伟记了一笔 让正在跟阿伟路串的汪明伟 不自在地哆嗦了下 阿云 你爸是我这几个子女中最有出息的 而孙子辈就是你最让我张面子 可你看看 你现在做了什么 这么大集团的老板 跑过去 跟小毛还争风吃醋 怎么 是那丫头跟人家好了 还是她跑了 被你抓回来了 别丢了我们陆家的脸 没 没你干嘛这么对人家丫头 人家丫头好着呢 有跟你以外的男人 亲密接触了吗 她现在都没什么亲人在了 你和我就是她最亲密的人 你要把她赶出去吗 当初虽然我态度也强硬 但是你答应过我 好好照顾她 怎么 你是想用链子 把她拴在家里 陆云眼圈微红 她抓着头发 脸撇向一侧 我不管你跟她说了什么 或者那丫头怎么你了 在明天晚上之前 你必须对我红好 那丫头是个姑娘 不是你那些下属 要是让我知道 你顶着那张臭脸对着她 脑子把你腿给打断了 陆云也憋着气 她跟凌亚的的不愉快 不仅仅是她的战友欲作祟 最重要的 还是凌亚非常在意的一点 那就是她究竟喜欢谁 这个她没法说 但她也委屈 毕竟凌亚现在的状况 太过诡异 肉体和精神算是分开来 这种二选一的情况出现时 她的思路肯定是全都要 但这种思维方式 跟凌亚却不同 时间太短 她总是下意识 把自己跟凌妹子分离开来 我知道了 您放心 明晚之前我肯定会处理好 女孩子嘛 心思都比较敏感的 你温柔一点 好一点 多说点好话 一般事情就过去了 想当初你奶奶跟我闹脾气 一哭二闹三上吊 她是真下手啊 那白铃是说挂就挂 吓得我啊 听着老爷子又重复以前的故事 陆云没有半点不耐烦 而是坐着慢慢听 毕竟在她很小的时候 奶奶就因病去世了 所以对于奶奶大部分的了解 都是从长辈口中听来的 其实 夫妻俩也没有天大的矛盾 床头吵床尾和 对了 你跟那丫头有没有 啊 还没 没用的东西 你爷爷 我当初一个月 就把你奶奶骗到手了 我给你创造这么好的机会 都住一个屋里面了 还没动手 这么多年都不谈恋爱 是不是真有问题 你有问题 别不好意思说啊 你那些个堂哥堂姐都有孩子了 我死之前就盼着你了 爷爷 不要老把死挂在嘴边 不吉利 主要还是鸦鸦那边心理建设没做好 她毕竟还小 小 你奶奶在我当兵前 就有了你大伯 19岁生的娃 怎么了 林丫头20了吧 还小 不一样 那都60年前了 能一样吗 见老爷子又要扯到其他的话题 陆云立马站了起来 陆首长 您孙子肯定听从您的教导 现在就去哄他 成不 快去快去 记住了 温柔点 对人家真心点 把你那些臭毛病收一收 懂不懂 知道了 陆云抬腿走向屋内 而老爷子 却坐在屋外沉思起来 阿泽那小子 帮陆云查的资料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而这混小子 还带丫头去了趟苏室的情怀陵园 这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呢 林亚正在玩手机 突然听到了屋外的敲门声 谁 呀呀 是我 陆云 天很晚了 陆先生有什么事吗 门口似乎安静了下 接着就听见陆云有些闷闷的声音 你不是说了 我想要的都能满足 履行你未婚妻的职责的 林亚差点没把手机摔出去 带着些许愤闷 怎么的 陆总还要浴血奋战啊 也不是不行 操 陆云你个变态 不过这是在陆家 陆云肯定也有备用钥匙 毕竟自己这钥匙还是问他要的 他气呼呼爬下了床 拉开了房门 迎面来一道黑影 直接带着他进来后 用脚关上了门 林亚被他按在了床上 随后名额又被用掉了一次 你满意了 是不是还想更进一步 来 我都满足你 来啊 林亚眼中泛着水光 伸手就要去脱上衣 但被陆云按住了 呀呀 下午我就说过的 你以后想要的自由我都给你 我不会再干涉你的想法 不要对我这样 好不好 看着同样眼中带着水气的陆云 林亚的气也消散了一些 不过他还是砸了他胸口一拳 我气的不全是这些 你知道的 我 你是想让我做出选择式吗 林亚没有说话 默认了这句话 那呀呀 我问你 你能放弃你 现在的外貌吗 见林亚还还是不说话 陆云揽住了他的腰 脸贴得很近 那既然如此 你又为何强迫我做出选择呢 我知道 我嫉妒心很强 但我真的可以改 对待你我可以尽可能的包容 但是 你自己呢 你非要跟小鸭分离开来吗 你难道就不是他吗 非要让我放弃你的身体 而只跟你的内在交流吗 这可能吗 阿云 我是害怕 林亚抬起头 强忍住自己的眼泪不落下来 如果万一 我再出现意外 到别人身体里了 我该怎么办 如果我又变成男人了 小鸭还在 你还会要我吗 第四十一章 打破那道墙 陆云 你说句话 见陆云没有回复 林亚倒是有些慌张 同时心中也有些苦涩 可他却看到陆云笑了 把头埋在他胸前笑了 你还笑 这很好笑吗 嘴又被堵上 他怒视着陆云 却见他眼角温柔 就这么搂着他 带着一丝逆呼劲 不松手 呀呀 你当着穿越是大白菜 想走就走 松开他的唇 陆云将他推倒在床上 由上而下俯视着他 如果你非要我做出选择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老子稀罕的是你 胡盼 老子只要你 懂不懂 林亚被他说得一愣一愣的 没想到陆云居然会激动到 自称老子 你想怎么玩 怎么捣耻 老子以后都不管 哪怕你以后 真的有什么重生 有什么穿越 老子都会找到你 哪怕用绳子 都把你捆回来 他俯下身子 两个人的鼻尖 再一次碰到了一起 你说 我还要怎么样 你难道非要我 把心都掏出来给你看才满意吗 心脏只负责人体血液循环 你的思维是由你大脑决定的 要掏也是掏脑子 林亚不太敢与现在的他直视 转过头看向柜子 哼 陆云感到无语又好笑 生理期注意控制下情绪 有波动很正常 当然了 现在我说爱你 你也不会相信 以后 我一定会慢慢让你知道 我到底有多稀罕你 行了 陆总 能下来吗 你搁着我了 没好气地说了一声 陆云却装作没事人一样起身让开 但却躺在了他旁边 挡住了他看向柜子的视线 不知林大小姐 能不能给我一个面子 搬回我房间住 爷爷让你来的 空气再次沉闷 不过陆云率先打破了僵局 他不说我也会来 因为这是我们之间的事 你为什么这么时尚呢 说些好话 骗我不行吗 哄其他女孩子可以 但我不想骗你 林亚侧过身 换了个舒适的姿势 看着陆云 其实我也觉得自己矫情 明明可以过上好日子 为什么非要这么做 你不想骗我 我也不想骗你啊 我就是怕自己哪一天不在了 之前我一直告诉自己 我是个爷们 不能弯 但我现在不得不承认 我确实对你有了好感 陆云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变态 这才不到一个月 我居然就对一个男人有了好感 是不是很恶心 我也这么觉得啊 所以我不想面对啊 哪怕自己穷一点 过得惨一点也好 呀呀 你还记得你跟张凯说的 最后一句话吗 嗯 你劝他 要活在当下 作为劝解者 你自己做不到 不一样 陆云 我跟他不一样 来 陆云说完 直接起身拉着他 来到了自己房间 找出一张A4纸跟笔 随后坐着开始写东西 凌亚有些傻傻地站在一旁 就这么看着 陆云的字迹很漂亮 潇洒大气 笔风也很重 就跟他人一样 自己 那狗爬得好歹是个梅花 他写的字还不如狗 过了大概有十分钟 陆云在末尾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随后给凌亚递过了笔 我陆云承诺 如果胡叛 白纸黑字写的分明 倘若他再次重生 无论是男是女 他都会对他继续负责 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他 照顾他一生 直到自己不在 凌亚看着看着笑了起来 接过了笔 用手撑在桌子上歪着脑袋 陆总裁 你这个拿给任何一家律师事务所 都没法做鉴定啊 不过他还是在陆云的名字后签了字 但签的是刘希君 陆云看了一眼 将只收进了桌子内 拉着凌亚的手 放在了自己胸口 凌亚同志 你这下能放心了吗 稍微放心一点 那能遵从老陆同志 以及小陆同志的要求 搬回来吗 给你一次机会 就一次 下次再因为这些破事吓我 我肯定不理你了 陆云笑着搂住了他 他已经看到了 那堵墙已经破了的大洞 他能顺着墙壁 看到里面惊慌失措的他 只要再坚持挥舞锄头 很快就能打破墙壁走进去 老爷子回来时 看到凌亚拿着自己手机 走进了陆云房间后 带着笑容摇了摇头 不愧是我的孙子 执行力就是强 想当年啊 他奶奶就是 深夜 躺在陆云壁弯里的凌亚 跟他小声说着话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矫情啊 哎 我是不是有些变态 呀呀 你都问了好几遍了 陆云把他往怀里紧了紧 你现在是女孩子了 矫情一点也没事 我都稀罕 至于变态 怎么说也轮不到你来当吧 也是 反正换作是我 我可接受不了 自己老婆是个男人 凌亚把头埋在他胸口 闻着他身上淡淡的香味 皱了皱眉 你个大男人 喷什么香水啊 没有啊 可能是洗衣粉的味道吧 我不用那个 洗衣粉 想想前世自己怎么洗 都有股浅浅的汗臭味 凌亚有些汗烟 不过随后 他就有些阿Q的想到 陆云应该是 已经被淹入味了 哼 这些化学药品入体以后 肯定活不长久 到时候 我就勉为其难 继承他的家产 好好潇洒过日子 呀呀 你还记得 我们认识的第一天晚上吗 啊 你说 我刚醒来的那晚 不 是在游戏活动的那晚 哦 记得 咋了 当时跟你打字互动的时候 我还以为你会是个猪队友 但我发现你对细节方面 特别注意 我当时也跟在你后面 找东西来着 可是却总是让你先找到 然后 陆云的思绪回到了大学时代 他带着淡笑 回忆着 跟林亚游戏中的情节 虽然现在因为工作繁忙 已经不玩游戏了 但那段时光真的很快了 无拘无束 没有人强迫自己学什么 也没有这么多繁忙的工作和应酬 说着说着 却听到旁边女孩 传来了均匀的呼吸声 陆云不敢动 生怕将她吵醒 他侧过头 看着女孩露出来的半张脸 微微有些失神 谁不爱美人 如果可以 她也会选择美的 上天给了她一次机会 她抓住了 那就成了她的 虽然说出来很假 但她就是觉得 林亚比小亚要漂亮 明明是同一副曲强 可林亚就是能吸引住她 会让她更加冲动 会让她占有欲爆棚 倘若小亚跟别人谈了恋爱 她都会默默祝福 可林亚不行 绝对不行 再想到情离 她神色有些发浪 虽然王家保下了她 林亚也说不想追究 可陆云却不想就这么算了 欺骗小亚的感情就算了 还敢来纠缠鸭鸭 即使是王家 她也根本不练 左手搂着女孩 右手拿出手机 默默编辑了 一些信息发了出去 王家虽说是个庞然大物 可在完全体的路加面前 还是不够看的 也不想想当初的天下 是谁打下来的 区区一个后起之秀 但现在 因为一个情离 倒是没办法直接翻脸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此事还需要一个正当理由 她嘴上说 会给林亚自由 可那些苍蝇敢跟她叫嚣 挑衅到她还不打回去 这不是她陆云的风格 看到手机对面的回复后 陆云微微眯上了眼 拉好被子 在林亚的额头上亲了一口 晚安 鸭鸭 第四十二章 晚宴 不好意思各位 卡文卡得很严重 加上身体不好 去医院看了几回 马字了一半 才发现自己不知道写的啥 还得重新来 说声抱歉 老爷子一大早就出了门 说要先去跟之前的老站 有碰碰面 饭桌上 林亚晃着长腿吃着饭 现在的她 算是彻底 对陆云打开了心扉 只是面子上有些过不去 陆云还是吃得那么慢条丝里 让一旁的林亚 都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那个 阿云 嗯 陆云抬头看她 眼底藏着一丝温柔与笑意 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别问 继续吃 林亚满头问号 不过随后想到了什么 低着头按骂了几句 耳垂通红 这陆云 还是个闷骚属性 昏段子说起来一套一套 今天的天气还算凉爽 吃完后 陆云跟她在后山散步 听着山上传来的鸟提声 林亚跨着大步子 手还随着节奏摇摆着 陆云保持沉默 但步子一点没落后 始终跟在她旁边 走了一段距离后 林亚扶着栏杆 眺望着远方 看着远处繁华的都市发着呆 阿云 我们订婚日期 具体是哪天 12月2日 爷爷挑的日子 说是一结婚订婚 会亲友 那就不到三个月了 陆云应了一声 从口袋中拿出纸巾 帮她擦拭鹅脚细密的汗珠 而林亚则微微仰着头 等她擦完后 才轻声开口 就只有三个月了 我能以林亚的身份 等到那一天 对不对 她知道她还是有些担心 双手捧着女孩的脸颊 看着她的眼睛 这才是开始 我们以后还要结婚 还要生孩子 一起看着孩子成长 呗呗呗 谁要给你生孩子了 林亚被她呛了一下 双手扣住她 放在自己脸上的大手 要生你生啊 疼都疼死了 那就不生 陆云琴着笑意 用拇指划过她的嘴角 爷爷也不缺这个虫孙 哼 爷爷现在都想抱了 你能说服的了她 从嘴里哼了一句 林亚眼神飘忽 听我爷爷说过 我妈 以前的妈妈怀我的时候 吐得稀里哗啦的 整个人怀孕后都瘦了 而且生完我后 体质也差了一大截 经常头晕 每个人的生日 都是母亲的受难日 也只有做过母亲的才懂 呀呀 我说过的 你想怎样就怎样 我都听你的 林亚眼圈为红 不过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 外出打工出了事故 工厂老板也没有赔偿 原本以为重生之后 能看见父母 没想到林妹子的父母 居然也早逝了 呀呀 还有我的父母 放心 他们也会对你一样好的 嗯 林亚努力回想了一下 记忆中老爷子定下婚约后 露云的父母抽空回来了一趟 她父亲还好 但她母亲看她的眼神不对 好像极不满意 林妹子这个儿媳妇 似乎她这么优秀的儿子 要娶林妹子 吃了大亏 寇阿姨好像不太喜欢我 我妈原本给我介绍过不少 都被我拒了 现在突然冒出来一个 不知底细的你 她确实有些不太开心 但你放心 妈妈不是坏人 而且不常回来 不会对你怎样的 林亚已经脑补了 好几部婆媳之间的争斗 倒是没忍住笑了一声 前世自己还幻想过 娶了媳妇以后 她不用精力难处的婆媳关系 没想到 自己重活一世 居然给撞上了 把头埋到陆云胸口 双手抱住她的腰 林亚深深吸了一口 她身上的蛋香 回去吧 我想玩游戏 成吗 好 出发之前我喊你 林亚终于得空 跟网上认识的大腿子双排 跟在腿子后面 赢了不少把 最后干脆是选了 只猫挂在她身上 开着语音 给她加油呐喊 腿子跟打了鸡血似的 各种超水准发挥 带着她在低分段大杀四方 陆云听着书房 传来的兴奋叫声 也没跳动了下 但没有出声制止 而是默默关上门 来到客厅 在餐桌上整理着资料 下午四点多 陆云走进了书房 站在林亚后面 看着她把这局打完 好走了 嗯 得到肯定答复后 林亚点点头 跟腿子说了一声 随后关了游戏 汪明伟把车开到了酒店前 陆云让她跟着 造型师先进去 自己则坐在车里 一动不动 小汪 你跟了我几年了 回陆总 六年了 我回国后 你就跟在我身边 一晃六年了 是吗 对的 看着陆总 您一路发家起来的 是啊 我对你也是 一直很信任的 但你对爷爷 更加信任是吗 汪明伟握在 方向盘上的手 都有些出汗 他小心翼翼地 看着室内 镜内陆云那张阴沉的脸 没敢吭声 爷爷关心 我跟鸭鸭 我知道 但以后 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懂 明白 陆总 见汪明伟点头 他才拉开车门 走进了酒店 汪明伟见他走远 才长喻一口气 不过他也没辙 干的这份工作 人家老爷子 都拿出身份压他了 他哪敢不说 不过陆云对他确实很好 以后老爷子问起来 他就得斟酌开口了 坏了 难不成因为 跟老爷子说了什么 导致小夫人 跟陆总昨天吵架了 擦 前途一片渺茫啊 陆云的着装 没有多大变化 他基本一年四季都那个样 只是换了身衣服 整个人看起来 更加硬朗一些 短发也被 稍微打理了下 晚上 当陆云牵着凌亚的手 走进酒店大厅时 更是吸引了 无数来客的目光 陆家的超然地位 再加上陆云 这个集团老总的身份 足够让所有人重视 就算不跟他有利益往来 脚好总归是没有坏处的 凌亚全程保持着微笑 点头打招呼 浅聊甚至不说话 跟在陆云后面走了一圈 来到角落后 凌亚揉了揉 自己僵硬的嘴角 哎 不会还要去见人吧 说真的阿云 刚刚一圈下来 我都没记住几个 哦 见陆云又要走 凌亚连忙拉住了她的衣角 你去哪啊 让我休息会儿 我脸都僵了 有几个重要的朋友 你可以坐这休息会儿 也可以随便走走 不认识陆 就找这里的服务员 朋友男的女的啊 见陆云用八卦的眼神看着她 陆云刚想伸手揉她的头发 但一想到场合不对 弄乱了这丫头 自己也不会整理 只能缓缓放下手 男的 那些个世家小姐呢 肯定都有漂亮的吧 能引荐我认识认识 见陆云皱眉 凌亚接着说道 哎 你什么眼神啊 我现在没那个配置 你懂吗 我就是单纯 想认识认识 帮你打好人际关系啊 你 陆云上下扫视了两眼 跟那些从小斗起来的女人 打好关系 怕不是被人家卖了 还帮着数钱 我一个爷妈 还怕他们 跟男女无关 据我了解到的鸭鸭 无论以前还是现在 都是有些缺心眼的 你 凌亚那个恨啊 但今天老爷子寿臣 在外面还得注意形象 强行憋住火 扭过头不去看她 陆云嘴角含笑 转身走开了 上楼时 拉过酒店主管 交代了几声 从服务员那边 接过果汁 凌亚一个人 闷闷地喝着 她心中富匪 决定今天 把底线提高一点 就在这时 一个陌生的男人 走了过来 这位姑娘有些面声 我好像没在 其他宴会上见过你 男人自来熟地 坐到她对面 也问服务员 要了一杯饮料 凌亚抬头看了她一眼 没吭声 低头接着喝 姑娘这身衣服 应该是拉拉姐设计的 她的风格非常有特色 据我所知 拉拉姐目前 只给寇家和陆家做事 两家所有人 基本我都见过 寇景花花公子一个 虽然女人很多 但从不带那些人上宴会 最近陆家老爷子 突然对外宣称 有了一个 即将过门的孙媳妇 想必应该就是姑娘你了 凌亚诧异地抬头 却见男人露出了 果然如此的神情 她伸出手 带着恰到好处的微笑 认识一下 我叫王洪飞 王家的王 第43章 王家 见人家点出了自己的身份 又自爆家门 作为主家 可不能落了客人面子 凌亚也是挤出一丝微笑 伸手跟她握了下 你好王先生 我叫凌亚 是陆云的未婚妻 果然是凌小姐 刚刚远远就看见你了 没敢确认 不同于寇景的一处急放 王洪飞握手的时间长了些许 但她也没有故意在她手上乱摸 让她挑不出什么毛病 凌亚皱着没把手拿开 却见她交叉着双手身子 往前靠了靠 凌小姐 说起来 你跟我们王家 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见她还是不吭声 王洪飞脸上始终带着笑 凌小姐应该还记得情理吧 这个不长眼的东西惹到了你 我们王家已经对她做了处罚 还请凌小姐 不要太过在意 那都过去了 小试想 凌亚不在意的撇撇头 却没看见王洪飞眼神中 露出的一丝贪念 不过她隐藏得很好 根据上头传来的消息 只要今晚操作得当 就算明面上的王家消失了 也不会有多大影响 至于自己 会有人保的 见凌亚杯子里的饮料喝完了 王洪飞主动拿过一瓶 给两人都倒上了 只是到饮料时 用手包住了杯子 让人看不清楚 凌亚看着她先喝了一口后 自己才轻轻抿了一口 王家是靠安防 监控行业发家的 凌亚对此还挺有兴趣 跟她探讨了一会儿 可后面王洪飞聊的什么时政啊 世家之间的事情啊 她就听不懂了 听不懂 根本听不懂 凌亚只能尬笑 眼睛时不时飘飘人群 看看陆云在哪里 见凌亚有些尴尬 王洪飞倒是大放得体地站了起来 说看见了一位老友 就告别了凌亚 王洪飞走后 她紧绷的神经才稍微放缓下来 将饮料一饮而尽 王家 王洪飞 给她的感觉就是不对劲 说不上来的不对劲 而王洪飞 却站在不远处的阴暗角落 看着凌亚喝完了饮料 才转身离开 她轻轻嗅了下刚刚凌亚握住的右手 想到家里的任务 这才神色一领 恢复常态 跟别人聊着天 只是时刻注意着凌亚的那边 陆云不知道去哪了 五层高的酒店 今天全用来安排老爷子的寿臣 鬼知道他在几层 不过他倒是看见 老爷子跟一群年纪相仿的人 笑着走了出来 他连忙上去打了个招呼 爷爷 祝你生日快乐 哈哈 谢谢丫头 老爷子穿着一身正气 昂首挺胸道 有了几分手掌的感觉 跟他在家里的气势截然不同 来 我给你们介绍下 这就是我的孙媳妇 凌亚 小丫头可乖了 漂亮吧 嗯 确实不错 小云算有福气了 老陆 有眼光啊 从哪找的 要不给我那孙子 也介绍一个 说到这儿 老爷子却罕见的语气一顿 老林的孙女 其他几个老爷子也愣了一下 似乎知道了什么 其中一个带着惋惜的口吻道 老林 哎 这老小子走得走 当初死了都没喊我们过去 要是他当年不犯那个错误 说不定也混得很好 老林长成那样 还有这么漂亮的孙女呢 凌亚眨巴眨巴眼看着他们 想来应该是凌老爷子曾经的战友了 接着 他在陆老爷子的介绍下 给几人喊了爷爷 倒是饿得他们 哈哈打笑 丫头 那浑小子去哪了 我不知道啊 他说见朋友去了 好像不在一楼 这浑小子 放着你在这儿 一个人跑了 回家我就收拾他 凌亚笑着点点头 跟其他几个老人家招呼一声后 就走开了 他在一楼大厅转着 有什么好吃的 上去吃一下 倒是轻松得很 不过没过一会儿 他感觉有些不太舒服 说不上来的感觉 有些热 也有些困意 一个服务员见他的状态不对 连忙过来问他怎么了 小夫人 要不您先回客房休息一会儿吧 陆总现在比较忙 交代过我们 不要去打扰他 待会儿他下来了我 让他找您 行吧 不知道陆云在忙什么 他只以为自己 生理期没过去 情绪不好 跟着服务员进了一间客房后 先去厕所换了小翅膀 随后开着冷气 躺在了床上 王洪飞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但他没有动 而是淡然地继续聊着天 没过多久 就看到一位穿着骚气 留着背头的男人 急匆匆走了过来 见男人过来 王洪飞刻意放大了音量 引得男人的目光 注视到了这边 寇景今天在路上 跟人发生了一些小摩擦 导致来得比较晚 进来后 先是跟老爷子打了招呼 随后就想找陆云 他给陆云打了电话 但没人接 一楼转了一圈 也没找到人 听见王洪飞的声音 本想绕过去 却见他笑着走了过来 寇总好久不见啊 寇景皮笑肉不笑 是啊 好久不见 那个王总 我还有事 先走了呀 别见啊 好不容易见一面 难道寇总要去见 什么重要的人 莫非寇总又有新目标了 你小子别扯犊子啊 我来找陆云跟嫂子的 哦 陆总我没见着 但是刚刚在一楼 看见过嫂子 不过嫂子好像跟服务员离开了 看起来有些不太舒服的样子 你可以问问他们 寇景点点头转身走人 只是暗地里 用手在裤腿上擦了擦 这个小动作 也被王洪飞看在眼里 他眯着眼睛 强忍着自己不发作 寇景拉过几个服务员询问情况 服务员说 陆云现在不方便下来 但听说灵亚不舒服进了客房 嫂子不舒服 他得帮衬帮衬啊 因为寇家跟陆家关系好 而寇景又是跟陆云大小长起来的 所以他轻而易举拿到了房门钥匙 哇 一进去寇景差点扭头就走 这小嫂子 已经把碗里裙往上撩了一部分 露出了白皙的大腿 而胸口似乎也被他无意识中扯下来一些 看到了里面部分的贴身衣物 房间内温度很低 但灵亚似乎还很热 寇景立刻发现了不对 关上门 微眯着眼睛走到了他身边 眼神却不看他 嫂子 我是寇景啊 咋回事啊 你哪里不舒服 阿云 灵亚娇媚地出了声 似乎把眼前的人当成了陆云 感受到一双小手 抓住了自己粉色西装的下摆 寇景一个机灵按住了他的手 侧着头胡乱地抓着被子 盖住了他的身子 嫂子 你别激动啊 你是酒喝多了吗 你看看我 我是寇景啊 云哥不在这儿 看着灵亚那张净险媚态的脸 寇景的心脏狂跳 烈焰无数的他 显然知道灵亚此刻的状态有些不对了 不过他用被子将灵亚死死裹住 不让他乱动 这他娘的算个什么事 寇景有些无奈 幸好这小嫂子力气不大 他还能腾出一只手给陆云打电话 但这陆云死活不接 不知道在搞什么飞机 阿云 你不要我了吗 听到这句话 寇景有些发愣 这个黏糊的声音 再加上他现在的神色 让他这个酒精沙场的老兵 都有些扛不住了 我说嫂子 云哥马上来哈 寇景强行克制住自己 尽量让自己的身子远离灵亚 却不小心让他的手 从被子中挣脱出来 拽住他的衣领往下拉 寇景看着凑近的脸蛋 只觉得喉咙发干 一狠心准备用手刀打晕他时 门被人踹开了 呀 寇景 你们俩在干什么 没有陆云意料之中的慌乱 寇景一副看见了 救世主般的模样 冲他喊道 云哥 快来 嫂子现在需要你 陆云立刻跑到了灵亚面前 似是感受到了熟悉的味道 他傻傻笑着 把脸凑过去 要亲他 看见陆云冰冷的目光扫来 寇景咳嗽一声 直接出了门 顺带把门带上了 鸭鸭 你怎么了 鸭鸭 灵亚仿佛听不见他的声音 一个劲往他怀里钻 还伸出手 把他西装扣子都解了 陆云目光发冷 不过看着灵亚的样子 却慢慢柔和下来 俯身堵住了他的嘴 第44章 推手 看着旁边沉沉睡去的灵亚 陆云的神色 也愈发冷俊起来 当然他没有对女孩做什么 先不说 他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 与她发生关系 就算是他神志清醒时 他也不会在这个时间段委屈她 手指划过屏幕 找到了给爷爷 做日常护理的医生 那头的女医生听到事情后 立刻驱车前往了此地 但很显然 老爷子也得知了灵亚的情况 看着老爷子 那张阴沉的脸 陆云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 在自家地盘出了事 说到底 好了 混小子 这事也不能全怪你 陆老爷子坐在客房的沙发上 看着给丫头抽血的医生 拍了拍陆云的肩膀 这群不长眼的东西 居然还赶到我头上撒尿 真没把我放在眼里了 监控什么都没拍到 陆云食指交叉放在嘴边 两肘放在大腿上 身子前倾 他们敢动手 就不怕这个 现在事情暂时被我压下来 没什么人知道 扣家那小子 你去跟他谈谈吧 我觉得此事跟他也有关 想到刚刚踹门进来时 扣警跟林亚的动作 陆云有些不适 N了一声 出门找到了扣警 二人来到了天台上 云哥 那个 嫂子没事吧 不清楚 李医生正在做检查 他根据我的描述做了猜测 压压可能误实了 含有致患成分的药物 陆云点燃了一支烟 在黑夜中闪烁出一丝红色的光芒 现在就等检测结果了 啥 谁他娘的这么大胆 敢在你们地盘对嫂子出手 扣警倒是吓了一跳 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 陆云松了松领带 将西服扣子松开了几颗 吐出一口浓雾 眼神凛然地扫向扣警 你看到了什么 啊 扣警心里咯噔一下 看到陆云慢慢朝他走来 他下意识就要往后退 可看到后面就是边缘了 声音有些发颤 云哥 咱都多少年兄弟了 你不是要灭口吧 我保证 我什么都没看到 嫂子露出来的地方 还没上次宿舍见面的时候多呢 陆云用看傻逼的眼神瞪了他一眼 我他妈问你来的路上 还有晚宴上看到了什么 谁问你这个了 你是不是脑子里全是女人 扣警尴尬地笑了下 随后若有所思道 路上我跟一辆车发生了轻微磕碰 本来没什么大事 但那人就是赖着纠缠 不然我早就到了 后面来了以后我就想找你的 你一直没接电话 我就问服务员说 嫂子在哪 然后 妈呀 扣警突然一拍大腿 差点把陆云手里的烟都吓掉了 对了 是王家那孙子 叫什么来着 哦想起来了 是叫王洪飞 他告诉我说 嫂子跟服务员离开的 王家有问题 陆云又吸了一口 吞吐间烟雾缭绕 看不出她的神色 华约公司喊我去上楼洽谈 全程手机静音 鸭鸭一个人留在下面 你路上耽搁 所以来晚了 最后还跟服务员先去找了鸭鸭 如果不是我下来的早 听到这儿 扣警立刻站直了身子 脸上露出凝重的神色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扣警是什么人 陆云都不想用正眼瞧她 监控里面没拍到她跟鸭鸭相处的细节 具体得等她醒了再问 但丫头在一楼吃的东西太多了 虽然已经安排人再挨个检查 就是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陆云蹲在地上 似乎有些内疚 把烟头狠狠按在了地上 扣警 我是不是又做错了 哟 鸭鸭气息节当晚摔倒 我就是 在跟华约的人在一起 这次也是 我 哎 扣警也蹲到她旁边 斜着头看她 很少看见你这种神态 这嫂子在你心里 完全不一般啊 她不一样 华约那边 我准备先推迟一阵子 华约那边是不是也有问题 不清楚 因为我们之间的项目谈了好久 陆云用实质指付按压了下人钟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 但此事跟王家抛不开关系 他们图什么 如果真的是王红飞那小子 想对嫂子下手 也不对啊 他肯定不敢在老爷子寿城上干这事啊 那不纯纯找死 要是我就私下里约嫂子出去 到时候还有视频 看到陆云的眼神 寇锦黑黑笑着往后退了两步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你跟那些女明星就是这么玩的吧 怎么可能 我那都是两情相悦 我才不威胁人家 陆云转过头 看向远处 在爷爷寿城上 他肯定不敢自己动手 但如果是别人呢 如果是老爷子跟我都熟悉的人呢 寇锦瞪大眼睛 指着自己鼻子 我 随后他歪过头暗脆了一口 这么说 哥们是被人利用了 他怎么就能相信 我会对嫂子下手呢 你的花心名声早就传遍了 再加上一个被吓了药的漂亮女孩 寇锦眉形象的 一屁股坐在地上 双手撑在后面 仰头看天 娘的 我人品就这么不值得考验吗 王家最近的动作越来越大 仗着上面有人 已经开始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 单独一个王家对付不了我们 若我们两家之间 发生矛盾了呢 王家凭啥觉得 我们两家会为了 你那没过门的老婆翻脸 秦离 就是鸦鸦的初恋 被王家保下来了 也对 向来不敬女色的陆总 居然为了嫂子跟人动手 是个人都知道 嫂子在你心中地位有多高 我一开始还觉得 你是装样子给别人看的 不过 光凭猜测 没有证据也不行啊 我陆家做事 要什么证据 陆云吃笑一声 最重要的一点 他们低估了 鸦鸦在老爷子心中的重要性 那可是跟老爷子出生入死的 战友的后代 爷爷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则则则 老爷子这么生气 那他们估计惨了 对了 要哥们帮忙 你们家不是对安房产业垂涎已久吗 别告诉我没这个打算 嘿 回头我就跟老头讲句 一阵凉风吹来 陆云站起身 整理了下自己的外套 不早了 你先下去看看怎么说 得嘞 你不跟我一块走 陆云站在那边 微微敞开了领子 还顺势闻了闻 鸦鸦不喜欢烟味 我再吹一会儿 寇井张大的嘴巴半天说不出句话 两久才竖起个大拇指 行啊你 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你这一颗心 全放在嫂子身上了 说完摇摇头 直接走了下去 没过多久 一通电话打了过来 阿泽 查到了 行 发到我加密邮箱 再绣了绣自己的衣领 确保没味道后 她先去洗了下手 才去了客房内 李医生已经回去做检测了 而林亚尚未清醒 但老爷子觉得 老去医院比较晦气 再加上女孩情况稳定 就让陆云带着林亚先回家 回到家后 将她放到自己床上 小心地吞去衣物 陆云没有任何邪念地 帮她擦拭了全身 再缓缓套上她日常的睡衣 陆云站在窗台前 看着外面呼呼吹响的树叶 天凉了 王家 该破产了 第45章 疲惫 醒来时天已大亮 林亚感觉自己身子软软的 没力气 转头看着旁边 发现陆云居然也还在睡觉 回想起昨晚的事情 她记得自己不舒服 就先去客房了 后面就记不清了 然后稀里糊涂就到了家里 阿云 阿云 林亚轻轻用手推了推 陆云才稍微睁开了眼睛 看见她后立刻神志清醒 腰上的手加了一丝力道 呀呀 没事了 没事 我能有什么事呀 看到女孩不思作假的神态 陆云将她圈尽了 额头靠在一起 昨晚 你都不记得了 昨晚 林亚仔细想了想 好像是没记忆 不过混沌中依稀想起了什么 我貌似做了一个梦 梦 对 我梦见你 说到这儿 林亚似乎是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身子也往她怀里挪了挪 我梦见 你跟我那啥了 起初你还不乐意啊 我怎么用力 你都不让 后面突然你就靠近了 然后就 嗨嗨 当然了 最后没有发生什么 陆云看着女孩有些羞涩的眼神 思绪飘到了昨晚李医生给的鉴定报告上 有致患成分 暂未发现成隐性 建议居家观察 必要时住院隔离 如果 如果她的鸭鸭 这因为此事而沾上毒瘾 那王家就不是破产这么简单了 看到陆云一闪而过的怒意 灵亚吓了一跳 你你你 又咋了 我又做错了 你说好以后不吓我的 什么眼神啊 不是 鸭鸭 陆云轻轻在她唇上啄了一下 随后真啄了一下 还是选择把昨晚的事情讲了出来 灵亚听完后 整个人都不好了 啥 自己被人吓药 而且做局者 还想让扣紧上她 这特么多什么狗血桥段 电视剧都不这么演了吧 王洪飞确实是丢我倒了饮料 但她也喝了呀 对了 你们检查杯子了吗 查了 不过你那桌的 早就被酒店清洗过了 什么都没查得出来 你家酒店就这么爱干净吗 灵亚有些无语 不过随后想到了什么 那扣大哥 没对我做啥吧 你不是说她花心 她真敢下手 早就被我淹了 她虽然花心 但你也知道的 人不坏 做事有分寸 那昨晚 你也没对我做什么 你不是还带着盾牌吗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你认为我会下手 嗯哼 我觉得会 除非你真的无欲无求 陆云揉了揉她的脑袋 二人耳并四摸一阵 从她嘴里传出低哑的声音 呀呀 除非你愿意 不然我不会的 灵亚也没支声 刚刚收到的信息略微爆炸 她要自己缓一缓 感觉额头湿润了一下 陆云抬头 却看到灵亚有些疲惫的毛子 阿云 我感觉有些累了 累了就再睡会儿 待会儿饭 我拿到房间里来 不是这种累 灵亚抱住她的头 用脸蛋蹭了蹭 这什么世家呀 什么勾心斗角的 我实在不擅长 我以为跟了你就能享受好日子 哪想到现在这样 哎 疲惫 烦躁 呀呀 是我的错 陆云把头埋在她胸口 你不喜欢 我也不会再带你 去这种场合 以后不会了 不会了 我不去的话 这种场合 一般不都是要带女伴的 没有我去 你怎么办 刚想说寇景 就不带的陆云 突然想到了什么 嘴角轻轻勾出弧度 不过从灵亚的角度 只能看见她的后脑勺 却看不见她的表情 那只能找新乐公司的女明星 或者其他世家的小姐了 你敢 灵亚顿时激动起来 捧着她的头看向自己 晚上回来我就把你咔嚓了 看着陆云带笑的眼神 灵亚突然一僵 随后就猜到 自己可能又被耍了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陆云翻身而上 把她压在下面 狠狠蹂躏了一番后 脑袋靠在她的旁边 侧着脸看着她 让开 我要被你压死了 你多重啊 陆云再次翻身侧躺 一把将她捞了过来 不带也没事 又不是走红毯 像家宴这种事情 带过去的女伴 也不是随便带的 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灵亚在她肩膀上轻咬一口 见陆云醋眉 她又伸出舌头舔了舔 疼就对了 以后再把我一个人 丢在那种地方 出了事 我第一个找你算账 行 你把我大谢八块 都可以 你说的呀 灵亚整理了下身上的衣服 把T恤的下摆往下拉拉 突然愣住了 我衣服谁换的 你 见陆云毫不在意地点点头 灵亚咬着牙有些羞耻 你全看了 包括 下面 以前不就看过了 昨晚你的小翅膀 也是我换的 啊 灵亚想到了 上次在苏氏的时候 就是她帮的忙 内心哀嚎了一下 你身上就没我不熟悉的 早就是我的人了 还在乎这个 为什么 你可以脸不红心不跳的 说出这种话 喂 不过她还是没再睡下去 拿起衣服去卫生间换上 洗漱一番后 下去跟陆云吃了早饭 二人沟通了一下 还是去医院检查了一番 发现确实没有什么问题了 这才放心的回家 回家后 老爷子也回来了 徐寒问暖了一番 示意灵亚不用担心 丫头 昨晚那是 爷爷会为你出头的 也让那些小崽子知道 我们家不是好惹的 就是委屈丫头你了 没事的 爷爷 有阿云在 我都放心 哈哈 那就好 二人把陆云抛在一边 自顾自聊着 而陆云则是笑着 听爷孙俩的对话 突然手机震动了下 看完后 皱着眉打断了二人 我先回公司 有些东西整理出来了 行 你先去吧 这次老爷子 没有怪陆云先离开 反而劝解起了凌亚 丫头啊 混小子这件事比较重要 你就现在家里陪陪我 等他回来 啊 好的爷爷 凌亚装作乖巧的样子 倒是让陆云 心情好了不少 陆云离开后 凌亚先是陪老爷子 看了会儿电视 但老爷子喜欢的 都是什么新闻之类 看得他昏昏欲睡 老爷子见他兴致不高 就让他回房休息了 凌亚松了口气 来到书房后 喊上了腿子 一起双排 胡盼妹子 我过几天可能要开始忙了 大概率没时间陪你打游戏 哦 你具体是做啥的呀 嗯 这个嘛 就是在剧组打打杂 哦 哎 人马冲过来了 救命 救命啊 往我这走 我马上到 一晃到了下午 腿子有事先走 凌亚下去后 却发现陆云还没有回来 就给他打了电话 阿云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嗯 在开会 今晚到家可能会很晚 不用等我了 哦 把陆云不回来的事情 跟老爷子说了下 老爷子也没说什么 是以公叔做些他爱吃的菜 凌亚灵机一动 凑到了公叔身边 公叔啊 就先不要忙我的 那一份了 我做饭带去阿云公司吧 小夫人 你会做菜 以前自己一个人就这么过来的 没什么问题 小夫人真勤劳 陆总知道了 肯定会很开心的 凌亚刚想昂着脖子骄傲一下 但她突然发现自己不知道 陆云喜欢吃什么 每次吃饭 陆云都会加她喜欢的 她从没注意 陆云喜欢什么 见凌亚挠着头苦思冥想 公叔假装不经意道 陆总喜欢吃香芹炒肉 而且 肉片要熬得九点 带一点焦香更好 恍然大悟般点点头 凌亚忙活了一阵 也炒了自己喜欢吃的一个菜 弄了份汤 成了两碗饭用保温饭盒 装着出了门 老爷子看着她忙活 心里乐开了花 老爷子的司机 送她去了公司 一路上 她居然还有种 即将见到陆云的小雀跃 小夫人 到了 谢谢了 你先回去吧 我到时候跟阿云一起回来 司机是个中年退役军人 带着宫镜点点头后离开了 此时已经五点多 夕阳西下 凌亚抬头看着这栋高楼 深呼吸了一口 突然还有些紧张 凌亚 不要紧张 你怕什么 你可是人家老板娘 第46章 云露集团 也不是说前世没有去过这种大楼 但那时候的心情 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时候的自己刚刚毕业 带着满腔热血 一头扎进了建筑这个大坑行业 被撞得头破血流 钱没挣到多少 落了一身的坏毛病 而每每去公司总部的时候 也大多是忐忑 带着谦卑的笑容 跟坐在里面的小主管们打招呼 总想着 有一天自己能够搬进总部办公 而现在呢 这栋大楼都快算作她的产业了 就是阶级跃升的速度 有些快有些不太正 凌亚手里抱着饭盒 整理了下发型 抿着唇走了进去 临近下班时间 大部分员工都是带着笑容 一楼办公的人不多 此刻前台两个小姐姐 正在轻声交谈着 凌亚这才想起来 自己忘记问陆云办公室在几楼了 只能走到前台 用着自认为最甜美的笑容 打了声招呼 你好 请问你们陆总裁的办公室在几楼啊 前台妹子抬起头 这才注意到 有个人走到他们面前 带着客套回到 请问你有预约 这个妹子突然叫了起来 旁边一个妹子 也跟着激动地喊了一声 顿时大听人的目光都围了过来 凌亚吓得够呛 立刻双手做防御状 饭盒差点没砸过去 咋 这陆云公司的前台 得了狂犬病 会咬人吗 刚开始接话的那个小姐姐 也是觉得自己有些过激 缓和下来后 直接从前台走了出来 您 您是总裁夫人吗 嗯 你认识我 何止我呀 我们公司都知道 另外一个妹子 也是跟着走了出来 双眼放光 老板娘 你真人比照片好看多了 你知道吗 陆总把您的照片 直接放在了员工手则里面 哈 这像是陆云能做出来的事 凌亚有些尴尬的捋了捋头发 主要还是 这两个前台妹子过于热情 让一向不太会跟女生交际的她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复 而其他员工 都用八卦的眼神看着她 让她感觉脸上都微微发热 前台妹子见她这副反应 跟她们想象中 那种盛气凌人的形象 完全不同 对凌亚加深了好感 陆总她在开股东会议 您可以先去十二楼总裁办公室等她 哦 那我就先去等她吧 她忙好了再说 陆太太 您这是 带饭来找陆总的吗 这两个妹子 一个喊她陆太太 一个喊老板娘 让她有些不适应 脸上挂着勉强的笑容回应道 那个是的 我自己忙了点饭菜 以后还是叫我凌亚吧 我跟你们陆总还没结婚呢 我们进公司好几年了 从没见过总裁对其他女人伤心 您一定会成为咱们老板娘的 我对您有信心 是啊 没想到您来给陆总送饭 我都有点羡慕了 啊 帝凤啊 你怎么总是不出现 凌亚脸都红了 低着头找帝凤 这云露集团和上次扣警那家公司一样 地板干干净净 严丝合缝 让她都找不到合适的地儿钻进去 孙红 郑心瑜 还有其他人 你们在干嘛 还没到下班时间 等不及回家了 一个三十来岁模样 顶着啤酒度的男人走了过来 脸上凶神恶煞的 其他看热闹的员工 听到后立刻装模作样的开始办公 二女低着头回到了前台内 不过 他们刚站进去就一愣 不对啊 总裁夫人在这儿 他们还怕啥 由于凌亚一开始背对着她 所以宁宇并没看清她的样貌 看她跟二女聊得火热 只以为是他们熟悉的人 或者是哪个前来办事的子公司员工 等到凌亚文生转过头来时 深谙马屁知道的她 仅仅只花了0.01秒 就从记忆中调阅出了 跟面前女孩匹配的资料 啊 陆夫人您来了 脸上洋装的凶狠顿时退去 换上来的是 谄媚到令前台二女有些恶心的讨好神态 二女要不是怕被骂 说不定都想把她此刻的神情拍下来 丢到员工群里面 呃 你好 请问你是 凌亚猜测应该是公司的某个主管吧 这副穿剧变脸的本事 她在以前的公司也见过 哈哈 笔人宁宇 是集团目前的人事主管 陆夫人您是来找陆总的 对的 我 那个 麻烦你带我去下你们陆总的办公室吧 我不认识陆 好好 您跟我来 看着男人弯腰引着凌亚消失在拐角 等又过去十秒钟后 孙红跟郑兴宇对视一眼笑了出来 这个老您真的是 哎呦 笑死我了 刚当那副嘴脸 我怎么没拍下呢 嗨 人家陆夫人投意回进我们公司 这老您肯定要给她留下好印象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说不定还能顺着往上爬呢 我原本还以为陆总不打算找女人呢 没想到突然就出现了一个未婚妻 哎 那身材样貌不用说 重点是 没想到陆总喜欢这口的 哪一口 温柔型的呀 没有架子 说话也和谐 而且还做饭带给陆总 嘖嘖嘖 不同于二女这边的热闹 跟着宁宇上电梯的凌亚 倒是沉默寡言 怎么说呢 前世最讨厌 也最难打交道的这种主管 在自己面前却露出这种神态 让他有些 舒爽 不过他也算狗丈人事 呸 怎么能这么说自己 应该是人丈狗事 阿Q精神的脑补一通 电梯已经到了 宁宇带着自己来到了办公室外 跟总裁办秘书交谈一通后 让他走了进去 林小姐 陆总还要一会儿 需要我帮您跟他说声吗 接待他的事 总裁办公室的秘书长 是一个郁姐型的女人 身材比他还高一点 大波浪 一身OL装扮 腿上的黑丝 让他都忍不住多瞧了几眼 长相让他有些眼熟 要不是他帮过陆云的忙 他都差点怀疑 陆云是不是真不行 这几个秘书 一个赛一个漂亮 陆云怎么忍得住呢 俗话怎么说来着 有事秘书干 无事 嗨嗨 扯远了 女人等了半天 听不到林亚的回复 略微好奇的俯下身 打量了下坐在沙发上 发呆的林亚 轻声又唤了句 林小姐 啊 哦 不好意思 刚刚在想事情 没关系 林小姐 需要我跟总裁 郁姐撩了下头发 把因为俯身而垂落到 面前的头发 撩到了耳后 这一下 又让林亚暗叹不已 造孽啊 浪费啊 这么好的妹子 给你当贴身秘书 你居然无动于衷 还是不用了 我在这里等她吧 只是 我怕饭冷了 那我还是去跟陆总通报一声 您先在这里休息会儿 女人笑了一下 随后转身 跟另外一个秘书道 小钱 帮忙倒些茶水过来 看着她踩着高跟离开 林亚往后挪了挪 有些苦恼的皱着眉 虽然说陆云表面上正经 但她知道 这人就是个闷骚 那里坏得很 总是欺负她 外人都她 被表象骗了 这么多美女放在身边 再加上她 一直都没让她得逞 那陆云怎么处理自己问题的 不会是根 这么一想 她突然心里有些不舒服 连同刚刚对御姐秘书的好感 都消失了一些 连小刘给她送茶水过来 她都没怎么在意 她尽量让自己平复下心来 换位思考 如果自己是陆云的话 家里有个几乎 天天一起睡觉的未婚妻 但是不让碰 白天基本都在公司 贴身秘书 又个顶格的漂亮 而且 秘书长还是个御姐美人 总在自己周围陆总来陆总去的 如果自己是陆云 扛得住吗 最后她悲哀地发现 换作是以前的她 绝对扛不住 正在她吃着飞醋的时候 女人又走了过来 顺带还把李健的门带上了 看着走近的她 凌亚顿时挠补了小三 跟正宫私逼的大戏 她咽了口唾沫 坐直了身躯 想以最好的状态 应付接下来的战斗 却不料 女人带着笑容 坐在了她旁边 亲切地挽住了她的手 嫂子 刚刚有外人在 可憐死我了 啊 第47章 办公室内 你是 看着关了门后 变了脸色的女人 凌亚有些手足无措 我是扣叶雪啊 嫂子 昨晚我们还见过面点 扣叶雪一脸无语地看着她 啊 那个 哈哈 你衣服和打扮都换了 我没认出来 这会儿她想起来了 面前这个玉姐叫扣叶雪 扣锦的妹妹 今年25岁 只不过昨晚她好像有事在忙 匆匆打了个招呼就跑了 好像是去处理她哥的事情 导致她没怎么看清 也怪我 昨天我哥开车跟人碰了下 让我过去接她的 扣叶雪倒是没太在意 挽着她的手臂凑到了她耳边 云哥还要一会儿才能结束 对了嫂子 今天怎么想着过来的 给阿云送饭来着 我自己下厨的 嫂子对云哥真好 听陆云说过 她跟扣锦算是小时候一起玩起来的 这个扣叶雪 肯定也早就跟陆云接触了 那他俩 也算青梅竹马 真没发生啥 带着八卦语心中的一丝酸意 她还是没忍住开了口 那个小雪啊 你跟阿云真旧 咋说呢 你们俩从小就认识 对啊 几岁的时候就认识了 云哥对我也挺好的 扣叶雪也算是个人精 见凌亚有些支支吾吾的 猜到了她的小心思 嫂子 你不会以为 我跟云哥有一腿吧 嘿嘿 我没这么问啊 哈哈 嫂子你真可爱 脸都红了 扣叶雪贴近了她 顺带还在她脸上摸了一把 嫂子 我可是喜欢女人的 凌亚一惊 接着有那么几秒钟 后悔决定 跟陆云在一起 要真找到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就算两人什么都做不了 天天住一起也开心啊 不过也就一瞬间的事情 她现在对女人 已经基本抬不起兴趣了 更悲哀的是 对男人也没兴趣 除了陆云 你别逗我了 我怎么没听阿云或者扣大哥 说起这件事 嘿 其实也不全是 我只是更喜欢那种 小奶狗的男生 我比较强势 要再找个强势一点的 这日子没法过 扣叶雪毫不顾忌地 翘着二郎腿 但眼神一直在她身上游离 凌亚头一回感觉自己 被女人视尖了 有些不自在地扭扭身子 端起杯子 假装喝茶 扣叶雪算是比较自来熟的一个人 再加上跟陆家这层关系 这会儿又没其他人看见 所以 她很大胆地伸手 在凌亚胸口摸了一把 嫂子 你这怎么长的呀 对了 云哥是不是特别喜欢你这脸 哼 茶水喷到了前面桌子上 凌亚被呛了一下 而扣叶雪 则是找来了纸巾 帮她擦拭好 别瞎说 我跟阿云八字还没一撇呢 诶 真的吗 不过云哥头一回对女人这么上心 其实我还蛮羡慕嫂子你的 但现在看来 你对云哥也好 嘿嘿 对了嫂子 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 吃的啥 你看看我 这里就比你小多了 不算小了 扣叶雪的身材 其实蛮不错的 地瓜 凌亚撇撇嘴 又把自己从小吃到大的神奇配方 说了出来 哪管她信不信 跟扣叶雪聊着天 她才发现 这妹子居然是个画楼 原本跟陆云还有其他秘书 又不能说太多 现在总算找到了一个倾诉对象 那张小嘴就没停过 凌亚闲着也是闲着 索性就跟她瞎扯起来 只是没想到 小雪也爱玩游戏 两个人算是越聊越投机 就在气氛正浓时 门被人推开了 还没看见人 只觉得室内温度一低 凌亚就知道谁进来了 陆总 在公司见到陆云 扣叶雪还是以职位称呼 随后恭恭敬敬走了出去 陆云把门关上后 坐到了她身边 伸手揽住了她的腰 跟小雪保持距离 她男女通吃的 嗯 没料到扣叶雪跟自己 还说了句实话 这倒让凌亚有些汗颜 她最喜欢的 就是你这一款 看起来就老实 又嫩又漂亮 别真被她骗了 那丫头狡猾得很 你这么说 你妹妹真的好吗 那是扣景的妹妹 又不是我的 陆云把她往怀里带带 突然看见了桌上的保温盒 你还让公叔 做饭带过来了 我自己下厨的 虽然比不上公叔 但味道应该不错 你尝尝 提到这个 凌亚倒是有些兴奋 连忙起身打开了几个饭盒 拿出了筷子递给了她 我尝尝看 陆云嘴角含笑 结果筷子尝了起来 不过才吃第一口就炖住了 家里盐不要钱 啊 凌亚跨着脸自己尝了口 没问题啊 生理期不能吃刀岩食物 这个菜你就不要吃了 见陆云堂而皇之地 把菜抢了过去 凌亚才知道自己是被骗了 哼 说话一套一套的 凌亚加了块鸡胸肉碗里 自顾自地扒着饭 陆云看着她吃饭的样子 刚刚会上的她不爽 顿时烟消云散 没想到 王家居然已经渗透到这个地步了 董事会里面都有不少人 收了他们家的好处 不过都被她一一查了出来 今晚 有些人怕是要睡不着了 但这些她都没跟凌亚说 也是免得她担心 更重要的 她估计这丫头也听不懂 前世27年 怎么过的 跟个大学生一样 社会阅历低到没有 等二人吃完后 凌亚又收拾了一下 准备回去再洗 在总裁办公室的休息室里 她洗了下手 刚准备喊陆云回去时 却看见她走了过来 一把抱住她 随后就对着她狂啃起来 战场从卫生间 转移到了休息室那张大床 凌亚感觉都快不能呼吸了 衣服被撩到了胸口 知道陆云喜欢裙子 她今天特地穿了 也省得她拖 只感觉她的大手 在自己腿上摩擦啊 都快吐鲁皮了 别 阿云你理智一点啊 凌亚脸通红 伸手阻止陆云那张大手 更进一步 紧紧夹着腿 不让她继续向里 陆云喘着粗气 脸就悬在她面前 五公分的位置 呀呀 我真想把你上了 嘶 凌亚吓得心肝斗颤了 阿云 你饶了我吧 再过段时间成步 现在真不行 放心 又在凌亚脸上盖满了张 她这才放开 已经有些浑身发软的凌亚 不行 每次被陆云一靠近一亲热 她就没什么力气 满脑子都是陆云 其实要不是拦路虎哥这儿 她说不定刚刚真要白给了 走吧 呀呀 回去了 哦 凌亚把衣服稍微整理了下 看着有些发皱的上衣 苦着脸 我最喜欢这件了 没事 我让人多做几件 翻了个白眼 凌亚接过陆云递过来的手 两个人离开了公司 这会儿已经七点多了 大部分员工都下了班 倒是省去了被人围观的尴尬 坐上汪明伟的汽车 凌亚靠在后座上拿出手机 整理了下自己的头发 随后又开始刷视频 左手被陆云握在手里 像盘核桃一样被她把玩 一开始还不适应 现在已经不在乎了 到家后 她洗了个澡 重重把自己砸在了床上 想到明天又要上课 闲鱼的生活即将结束 忍不住哀叹一声 刚穿越过来时 对上课还很喜欢 现在不行了 只想躺平 陆云抱着她 两个人也没说话 就这么脸贴着脸 在黑暗中保持着沉默 过了一会儿 凌亚突然听见陆云开了口 呀呀 你下周回来 应该就不用贴小翅膀了吧 第48章 反校日 阿云 我原本以为你 应该是属于高冷饭的 凌亚哪儿不知道 陆云的言外之意 现在的她 是越来越没底线了 人生弱指如初见 别瞎想 我是看你心情不好 过了这几天 应该会好一点 啊对对对 凌亚往她怀里拱了拱 闭上眼睛 直接选择睡觉 反正现在的她 倒是安全得很 陆云低头 嗅着女孩发丝的味道 如同一只闻到 猫薄荷的小猫一样 来回蹭着嗅着 甚至亲了好几下 大哥 我明天还要上学呢 饶了我吧 凌亚有些受不了了 这陆云现在的状态 甚至让她觉得有些黏忍 令她哭笑不得 不过接下来的一句话 让她差点没一脚 把陆云踹下去 鸭鸭 再帮我一次吧 一日清晨 凌亚穿戴整齐 坐上了汪明伟的车 由于是去学校 所以她没再穿裙子 而是穿着一件牛仔裤 勾勒出她修长的双腿 以及圆润的臀部 就这 还是让陆云多看了好几眼 不过既然想通了 她也不在乎 陆云关注的是她还是小鸭 反正就现在而言 都是她 这周我可能会比较忙 你自己 就在学校里 不要乱跑 下车时 陆云揉了揉她的头发 在女孩的娇称声中 看着她又重新整理了下发型 是不是好几天都见不到面了 嗯 那你把眼睛闭上 听到这话 汪明伟的反应比陆云还快 关隔板窗 开大音量 一气呵成 陆云闭上了眼睛 但嘴角已经裂开一道弧度 凌亚看着陆云那张脸 暗自吐槽她去当牛郎的话 保不齐还是个双向插头 不过她倒果断 抱着那张脸就亲了一口 刚想浅尝折纸 后腰就被人搂住了 身子也随即失去重心 被男人还住 感受到后脑勺跟腰上的力道 凌亚也不想挣脱了 算了 周末才能看见她 就当补偿这几天的底线名额好了 好好让陆云尝了够 她这才用纸巾擦拭好 拿着包裹下了车 来到宿舍后 凌亚看见胡小晴状态不是很好 坐在椅子上唉声叹气 一副唯米不振的样子 见到凌亚后 她眼神虽然亮了一下 不过立刻又死气沉沉的 咋了 小晴 凌亚将包放进柜子里 顺手拿出了几本上课用的书 坐在椅子上看着她 别提了 还不是姚志杰 差点没把我气死 咋了 凌亚的八卦之魂燃烧 搬着小板凳往前挪了挪 凑近了她 周末不是出去逛街吗 她说会给我一个惊喜 我原本还挺期待的 乃料到快吃晚饭的时候 突然看见 她从身后拿了一束花出来 啊 这也行啊 理清情一重嘛 我也没说不喜欢 可是在她给我递花说情话的时候 一个女生从她旁边走过去了 那个女生怎么说呢 嗨 穿得跟着骚货一样 姚志杰这个狗日的眼睛 就跟汗在人家身上一样 盯着人家看 头恨不得都能转到360度 凌亚能想象当时的场景 不过换句话说 她以前见到这种女生 也会盯着人家看 当然现在不会了 她基本上是属于被人看的那种 男生嘛 爱美之心人之常情 只是看看 她喜欢的还是你啊 凌亚还是想再为广大男性同胞出奋力 不过这话 胡小晴根本听不进去 呸 什么狗屁理论 她就是好色 男人只有不喘气了 才不好色 哼 反正这次没有个两三天 我是不会理她了 呃 你不怕她生气吗 她敢 心中默默为姚志杰同学默哀了几秒钟 随后胡小晴恢复了些许精气神 拉着她 开始问起她的八卦了 凌亚选择性说了一些 略过了不太好的事情 什么吗 就这么无趣 你就没遇到什么豪门恩怨之类的事情吗 哪里会有这些事情啊 你真当看民国剧呢 凌亚 你告诉我啊 你那男朋友真的不花心吗 就姚志杰这个事情 我都能想到她有钱的样子 她还好吧 至少对我挺好的 没见她跟其他女人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也对 你资本放在这儿了 其他女人她估计也瞧不上 其实我一开始挺为你感到高兴的 可现在想想有些担心 安啊 没什么事的 就你这个小白呀 我本以为你会被人家吃干抹尽的 联想到昨天的事情 凌亚也是有些尴尬的挠挠头 咱就是说 是不是真就差点被人吃了 两个人瞎聊一通 随后拿起书就去上课了 因为之前视频和图片的发酵 再加上录云又来学校跟张凯对峙了一番 现在其他男同学基本上已经死心了 没人家帅 没人家有钱 气场又被碾压 再去骚扰凌亚 只能算自讨没趣 毕竟现在的大学生已经很现实了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 钱和钱永远是最重要的两个东西 无数男生只能在心中 将这美好的初恋埋藏起来 多少年后想到此事 可能还会叹息一声 日常的校园生活就这么开始了 白天上课 晚上回宿舍 跟录云包电话粥 或者打游戏 没了腿子 凌亚一个人玩也很无趣 而扣叶雪倒是想跟她一起玩 两个人排了几次后 凌亚发现这妹子比她还菜 五人队伍两个天坑 其他三个队友 基本是从头喷到尾 扣叶雪也不惯着他们 立马开始反喷 那打字速度都有点吓人 只能说不亏是做秘书的 业务倒是熟练得很 听着语音那头 扣叶雪抱怨 要让她哥给这些人找麻烦 凌亚有些欲哭无泪 真就要顺着网线过去抽人呗 以扣家的实力 其实也不是做不到 就是扣警 估计也觉得丢人 周三晚上 凌亚盘算着 后天就能见到陆云 以及见了面后 摆脱小翅膀的她 可能会经历什么 这么一想 居然还有些小激动 呸 凌亚 你要不要脸 女孩子要矜持一些 矜持 矜持不了啊 现在一想到周末 她脑海中就冒出了陆云的脸 陆云的身材 以及陆云的 她都没法淡定下去了 见凌亚像得残勇一样 躲在被子里翻腾 胡小青忍不住了 小亚 你干嘛呢 啊 没 想到宿舍还有一个人在 凌亚立刻恢复了常态 安安稳稳躺在床上 胡小青见状往前爬了爬 两个人的床是相邻的 头顶头睡觉 那个 小亚 明天要不要去北区的广场那边看看 啊 之前不是说 那个拍戏的剧组吗 他们要来了 你要不要去看看 我就不去了吧 不感兴趣 以前是想看漂亮的女明星 现在已经失去了兴趣 行吧 不过 我听学校说是唐岛的剧组 男女主是新人 男二还请的是真大明星呢 不过我觉得 没什么新人不新人的 肯定都是什么二代 不然哪这么容易 真当大荧幕好上呢 凌亚翻了个身 对此倒是没太在意 见凌亚无所谓的样子 胡小晴用手戳了戳她的头顶 喂 我说小亚 任大明星过来 你都不激动的吗 人大明星 人序吗 凌亚在脑海中翻了一下 倒是想起来 这么一个男明星 不过她立刻拿她跟陆云比了一下 高下立判 哼 还是我家阿云好 对啊 我男神 长得又帅又有气质 无论演古装 还是现代剧 都帅得掉渣 新乐公司的台柱子 这次据说 就是新乐公司传说中的后台集团投资的 嗨嗨 听到某个关键词 凌亚咳嗽了一下 随后轻声道 既然如此 那我就陪你去看看吧 毕竟自家企业 关心一点没问题吧 第49章 选我 第二天中午 凌亚跟着胡小晴 前往了北去广场 虽然不知道 凌亚为什么突然改变了想法 但好姐妹跟自己一起去看热闹 这让胡小晴开心不已 姚志杰殷勤的跟在他俩旁边 手里还捧着两个人的书 虽然胡小晴表面上还是有些冷淡 但凌亚知道 小晴旅俩吵架也能很快和好 她跟陆鱼那种深层次的矛盾 不都解决了 远远的 凌亚就看见 有个快秃顶的中年男人站在那边 拿着大喇叭喊着什么 旁边还围了一圈学生 几个看样子 是剧组人员的人在旁边帮衬着 来 同学们不要急啊 咱们这部电影的导演是唐明 但唐导现在没过来 笔人姓韩 是剧组的选角导演 市长你们几岁 叫我韩大哥就成 现在还需要一百名群演 我对样貌身材没有要求 男女皆可 但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听话 管饭 工资一天只有五十 但能给你们开实习证明 愿意的同学到这里报名 哇 实习证明 这话一出 呼拉一大圈大肆的学生涌了过去 在唐导剧组参演 哪怕只是小群演 这份实习证明也很值了好吧 就算不管饭不开工资 也有大把的学生跑过去 凌亚惊愕地看着这群疯狂的学生 暗地里为选角导演捏了把汗 胡小晴跟姚志杰 此刻手都拉到一起了 两个人腻歪着吐槽 而凌亚站在一边 感觉就像个电灯泡 因为要求很低 没过多久 一百名群演都选好了 随后韩强又让大家散开 还差几个小配角 确定一下就成 现在还差一个女配角 和两个男配角 我们会在你们的北区礼堂进行初选 最后定下来的人会由唐岛亲自拍板决定 有这个想法的同学可以来礼堂面试 但我丑话说在前头 在你们学校拍摄的 是电影中校园部分的桥段 配角戏份不重 演技可以差点 但是对样貌和身材极其看重 还请有信心的同学过来 不要到时候惹得大家都不开心 具体的选角标准 我贴在礼堂门口了 大家可以去看看 凌亚歪着脑袋 看着往礼堂走去的同学 挪了挪腿 准备回宿舍休息会儿 就在他要离开的时候 韩强突然看见了他 再三打量以后跑了过来 诶 这位同学你好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韩岛你好 我叫凌亚 听到凌亚喊他韩岛 韩强倒是心中一乐 不说其他的 这姑娘上道啊 那个凌亚同学 你有考虑来我们剧组面试吗 我 呃 我没演过戏 算了吧 凌亚同学 我看你外在条件 特别符合我们的角色 虽然只是女三 但绝对是很讨喜的 而且 你可是能跟仁旭搭戏的哦 你真没这个打算吗 那个 凌亚有些尴尬 一开始跟韩强客气 是因为怎么说 都是陆云公司投资的 就算不是 那也有自家公司的一人参演 他过来纯属看热闹 但现在要他去演戏 这个算了吧 他没觉得自己有这个天赋 就在他即将拒绝时 胡小晴跑了过来 小亚你这么好的机会 都不要 没事了 你哪怕去面试下看看也行啊 说不定还能看见任大明星呢 听胡小晴的话 韩强也是笑了笑 以林同学的条件 肯定能过初选 到了唐岛仔细筛选的时候 任婿也会跟在一边的 小亚你条件这么好 应该能选上的 万一你一炮而红了呢 就算不能选上 帮我要个人大明星的签名也成 好不好 看胡小晴的样子 林亚有些不忍心 最后只能对韩强浅浅笑了下 那惩罢韩导 我就先去试试 好 我觉得林同学 你肯定可以 来 这是我的名片 我认为 咱以后还会有见面机会的 接过韩强的名片后 韩强就先跑向了李唐 而林亚在 胡小晴跟姚智杰的簇拥下 也是来到了李唐门口 看了下贴在外面的选角要求 一长相端正 身材娇好 脸上无明显疤痕 二 此角色是男主 跟南二大学时期的白月光 必须要清纯 不能接受染发 以及身上有纹身的 三 需要一定的演技 看着一大堆的要求 很多女生都退而止步 林亚也是 私存了下 除了第三项 她可能不满足 其他都还行 不过演技怎么说呢 她演林妹子 难道演得不好 再说了 清纯笑话的人设 这不是本色出演 在前台登记好后 她就跟一群 自我意识良好的学生 坐在外面等着叫号 啊 这倒像是去医院 排队挂号的一样 病症轻的进去就出来了 病症严重的 可能要多等几分钟 因为 她来得比较晚 等到她时 都快睡着了 她揉了揉眼睛 走了进去 一进去后 看着台下正经微坐的 几个导演 以及工作人员 她突然有些发虚 还好韩强 跟她介绍了一下几位老师 唐明要到傍晚的副室才过来 现在台下的是剧中的男女主 还有一位副导演 以及造型师等人 那个副导演的眼神 让林亚有些不自在 让她想到了 吴倩仪当时找来的那个男人 林亚同学是吗 来不要紧张 放松 副导演姓赵 身材不高 但是比较壮实 跟在唐明后面也很多年了 而唐明也是有意 把自己的一波传给她 所以 这次校园里大部分的戏份 都交给她来指导 林亚深吸了口气 冲着台下居了一躬 各位老师好 我是建筑系的林亚 前来面试池清亦一脚 这样 林亚同学 这部剧里面呢 池清亦是属于外貌清纯 温柔善良的形象 但她内心却看不起 出身卑微的男主 只对颇有家资的男儿有好感 这样 我把其中一场 简单戏码的剧本给你看下 然后 你跟咱们男主走一下试试 从赵导手中 接过一小段剧本 林亚仔细翻阅了起来 底下的几人轻声交谈 之前面试的几个女生 还没到是戏的阶段呢 就直接被pass了 按照赵导的话来说 都是些什么奇形种 就这还赶来试镜池清亦 怎么的 男主男二眼瞎了 放着女主不要 同时追求她 而林亚的外在条件 完全符合他俩心目中 池清亦的形象 但毕竟是个有台词的女配 要不是唐导发话来大学里找 他们早就 直接把选诀标准散下去 从现有一人中找了 林亚看得微微皱眉 这段戏怎么说呢 就是让他表现一下 在校园漫步 遇到男主表白 最后拒绝的桥段 很简单 也没什么要求 就是让他有些眼熟 擦 这不就是咱凯子哥的事迹吗 其他的不会 但拒绝别人 他会啊 倾壳一声 他示意自己可以开始了 调整了下心态 把这里当作校园日常就行 不要瞎想有的没的 见林亚放松下来 寒导与赵导对视一眼 觉得有戏 男主的扮演者 是个刚出道的新人 以前貌似拍过广告 但林亚对她没什么印象 应该是第一次拍电影 冲她友好的点点头 两个人的对手戏 也即将开始 林亚从远处走来 装作自己一个人 闲逛在校园中 眼神随意向上瞟着 好像是在看路 两旁的树叶 带着一丝轻松与惬意 嘴角还微微弯着 看着她闲听信步的样子 赵寒二人也坐直了身子 就在这时 男主从旁边走出 手中捧着书 带着阳光的笑容走上前 轻易同学 我等你很久了 你知道吗 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 你能做我女朋友吗 林亚一副意外的表情 随后淡笑着摇摇头 对不起 黄同学 我对你没感觉 还有 她脸上仍旧带着笑 可目光似乎冷了一些 请称呼我全名 我怕阿良误会 说完扭头刚往前走了几步 赵导就站起身来 拍了拍手 很好 林同学 你的表现超乎我的意料 这样 唐导大概下午五点左右的样子 会亲自过来 你先回去休息会 等到时间你再来 好的 谢谢赵导 谢谢寒导 还有其他老师 林亚松了口气 跟几人打了声招呼后 她直接出了门 第五十章 阴暗的角落 出了门后 胡小青一下子抓住她的手 问她怎么样了 林亚一边走着 一边随意道 说是让我回去歇会 下午唐导来了再过来 你真被选上了 咱家小鸭要当明星了 林亚嘘了一声 示意她不要这么狂放 毕竟这才是初选 唐导还没拍板呢 重点是 她这会反应过来后 有些不安 要是让陆云知道 她偷偷跑过来试镜 要真选上了 不知道会咋样 更别提跟人叙 还有感情戏了 妈爷 陆云嘴上说 她想干啥就干啥 可真在屏幕里看到 她跟其他男人 亲亲我我 哪怕知道 是假的 估计费都能欺诈了 算了 既然答应人家喊倒 那下午就再过来一趟 到时候倒倒江湖好了 胡小晴也是知道自己过于激动 捂着嘴拉着她跑了出去 下午上课时 林亚的心思完全不在这边 中间抽空给陆云打去了电话 喂 鸭鸭 阿云 那个 你们 我们公司是不是投资了 唐岛的新电影啊 嗯 你知道了 也对 有一部分戏 在你们学校取景拍摄的 怎么了 哦 没啥 我就是问问的 今天在北区 看到有人拿着大喇叭喊 我好奇咋回事的 嗯 还有其他事吗 对了鸭鸭 明天下午我过来接你 你别忘了 好的 那就明天见啊 林亚决定 还是明天下午见面后 把事情原原本本说给陆云听 时间很快来到了下午五点 林亚跟胡小晴 已经抵达了北区礼堂 小亚 快点啊 你怎么就不着急呢 急什么 淡定 人家堂岛跟任大明星都到了 你还要人家等你吗 给人家留下不好的印象 万一不选你了咋办 不选就不选呗 小亚 你这话说出去 外面不知道多少女生要气死 还有你答应我的签名 帮忙下呗 好的 就算到时候见不到人叙 找陆云帮个忙也不算个事 硬着头皮走入礼堂 跟工作人员核对身份后 他坐在外面椅子上等待 也不知韩强是不是故意的 男角色的面试者有十几个人 而池青亿这个角色 除了他以外就剩两个女生了 这三进一的概率可太大了 这两名女生 见到林亚来了以后 面色都不太好 大家都没演戏经验 单论外貌来说 天然就落了一截 林亚倒是不怎么在乎 除了有些紧张 就没啥了 她暗地里给自己催眠 怎么说 咱都是投资方了 应该态度放得高一点 不要害怕 可仔细一想 陆云才是投资方大老板 他丧的屁啊 胡假虎卫而已 低着头瞎想一通 没过几分钟 这两个女生 就相继面色不好地走了出来 这咋回事 都没选中 妈爷 不会真要自己上了吧 而此刻的礼堂内 唐倒阴沉着脸 不耐烦地拍了拍桌子 小韩 小赵 你们俩就这么给我找的演员 这都什么玩意 那个唐哥别急 主要今天最后一个女生 才是重头戏 绝对符合你的要求 给你塞钱了 唐明一挑眉头 看向韩强 瞧你这话说的 奶能啊 韩强摸了摸后脑勺 幸好旁白的赵导帮他说了一句 那姑娘确实不错 唐哥 你可以看看 唐明见二人都这么说 倒是抱着双手 想看看下一个姑娘 到底怎么样 林亚有些犹豫地走了进来 看到唐明和任旭 那两张熟悉的脸 稍微放松一些 点了点头 各位老师好 我叫林亚 来自建筑系 唐明眼前一亮 不过神色没有变化 喊人搬过书桌 让林亚试了几个镜头 一个是女孩上课时 聚精会神的样子 一个是女孩在图书馆看书时 微微皱眉的场景 另外一个 则是女孩看着湖面 微微愣神 这三个场景 林亚表现得还算凑合 要是选女主唐明 肯定会挑些毛病 但一个女三 她也觉得够用了 主要女孩天生自带一种气质 让她看得比较舒心 而任旭 则是嘴角挂着前笑 她也觉得 女孩跟原著中 持轻翼的形象很接近 最重要的是 跟她记忆中的 那个少女 逐渐重合起来 好 林亚是吧 你的表现 让我非常满意 我相信你可以 演好持轻翼这个角色 这样 我们剧组明天上午十点 会在这里是戏服 你到时候方便过来吗 呃 我还有课 林亚此刻有些赶鸭子上架了 只能干巴巴 说了这句话 底下几人却轻轻笑了起来 在他们眼里 这个漂亮的女孩 一副没什么阅历的乖乖女 而韩强则是接过了话头 放心吧 林亚同学 我们会跟你校长沟通好的 毕竟也是 给咱飞燕大学做宣传不是 林亚只能点点头 表示没问题 唐明健壮大喜 但没让她离开 而是喊她先等一下 确定好男配角后 大家还要出去聚个餐 互相认识一下 毕竟以后就是剧组的同事了 林亚正好也没吃饭 把这个消息告诉胡小晴后 让她先回去 啊 你真通过了 那个 签名呢 啊 哦 晚上吧 吃饭的时候我私下里要 行吧 那我先回去了呀 嗯 坐在门口没等半个小时呢 男角色也确定好了 男配只是录个脸 有一个甚至台词都没几句 所以确定得很快 接着众人走了出来 喊上林亚和确定下来的两个男生 一同去外面吃了顿饭 酒桌上 唐明倒是很客气 告知明天是玩戏服以后 会把正式的剧本分给众人 也是给大家提前打了个补丁 说他脾气差爱骂人 但学校里大部分的戏都是赵导负责 如果让大家受委屈了 他这杯酒算是先干为净 其他人也是纷纷附和 林亚带着标准的尬校应付了全程 只是没喝酒 酒没喝 但饮料没少喝 他中途跑到厕所解决了一下问题 刚刚出来 正在洗手时 一个矮状男人的身影 就出现在了洗手台的镜子里 林亚同学 赵导您好 林亚客气地点点头 刚想离开 却看到赵导把路堵住了 私下里就不要喊我赵导了 我全名赵文耀 叫我赵哥或者文耀哥都行 赵导您客气了 见女孩依旧我行我素 赵文耀脸色也有些不好 把出去的门挡得死死的 小林啊 你要知道 原本竞选你这个角色的女生 可不止这些 都是让我给挡回去了 还有刚刚酒桌上人家要敬你酒 我看你是个女孩子 应该不会喝 都是我帮您付的 说完后 就想去抓林亚的手 却被女孩一下子让掉 林亚目光清澈 没有丝毫畏惧 直勾勾看着她 我知道 谢谢赵导了 赵文耀黑着脸靠近了她 林亚 你可不要给点不要脸 我可在你们学校打听过了 你这名声可不太好听 唐导要的是一个清纯校花 唐导让她知道 你被人包养 那她 正在她准备威胁时 一道爽朗的男生传了过来 诶 赵导 您不是说去拿酒的吗 赵文耀转头看向来人 发现 是人须后脸微微扭曲了下 随后带着不自在的笑容回到 哦 是小人啊 那个 刚刚走到一半尿急 上个厕所的 现在没事了 我去拿酒了 等她不甘心地离开后 任旭才冲着林亚眨了眨眼 谢谢你啊 人大明星 不是 林妹妹 我好歹也是帮了你吧 咱们可是有对手戏的 你怎么这么见外啊 叫我任旭就行 诺 我可不见外 林亚拿出准备好的纸盒笔 诶 请在这里签上你的大名 我设有是你的粉丝 任旭有些好笑 签过名后递给了她 那你是吗 嗨嗨 林亚想了想 怎么说都是自家公司旗下的艺人 还是个吸金兽 也不能怠慢了 随后含糊道 是吧 任旭笑着摇摇头 跟着林亚一同往饭桌走 林妹妹 这个赵导呢 能不得罪 还是不要得罪 毕竟你的戏份 都是她导演的 她呀 只是喜欢照顾那些女演员 非得说得这么好听 不就是想前规则吗 任旭闽唇笑了一下 也不全是 她是属于有色心没色胆 哦 到了 咱就不被地里说人坏话了 第五十一章 做死小分队 林亚回到饭桌后 就有些不太自在了 只想着 明天回去后跟陆云说一声 虽然她不想以施压人 但遇到赵文耀这种害虫 必须得处理一下 吃完后 任旭提出送她一程 加上今天她帮自己解了围 林亚倒没拒绝 好了 任大明星 再走就是女情了 男士止步 林亚笑着跟她说了一声 随后跟她挥挥手走了进去 任旭双手插兜 看着她进去后 才转身离开 没过几秒钟 后面就跟过来一个小助理 拿着口罩要给她戴上 行了 都知道我在这里拍戏 戴什么口罩 任旭似乎有些不耐烦 但看到助理执着的眼神 只能无奈戴上 幸好这会儿 大部分女生都睡了 倒没有因为她的出现而轰动 小助理凑到她身边 轻声道 我的任哥 你晚上送一个女生回来 这让其他狗仔拍到了 明天还不知道 会传出什么花边新闻出来 啊 你们平时不老让我弄这些吗 怎么我主动要求 反倒不乐意了 嗨 跟那些同级别的大腕稿绯闻才行 跟这么一个新人小姑娘 有啥用啊 赵导对她有意思 我只是送送她 以前那么多女孩子 怎么没见你出手 她不一样 她还是个学生 不是那些娱乐圈的艺人 有点像我的妹妹 小助理听到后也没吭声 只能带着她 进了一辆低调的商务车 开往附近的宾馆 林亚来到宿舍后 看到了一脸兴奋 但同时目光中 带有审讯意味的胡小晴 你要的签名 什么眼神啊 干嘛 如实招来 你跟那人大明星是不是认识 呃 你看到了 咱们阳台正对宿舍大门口 我又不下 林亚想了想 先把门锁上 然后拉着胡小晴 来到了角落里 小亚 你别告诉我 你跟她老早就认识 说不定还有 闭嘴 别乱讲 让阿云听见了不好 我说实话吧 我那个男朋友 陆云 她实际上是 星乐公司的幕后老板 哈哈 林亚直接捂住了耳朵 躲在了一边 看着尖叫的胡小晴 一脸无语 得 早知道就不说了 这大嗓门 能把鬼都吓跑 你你你 真的呀 我的天 胡小晴一脸激动的死死拽着她 小亚 我之前跟你说的话 你就当没听过 必须拿下 必须拿下你男朋友 行了 你别告诉外人 我其他人都没说 剧组人都不知道 哎呦呦 老板娘亲自下场演戏 真说出来 他们不得把你供着 我没敢告诉阿云 让她知道了 指不定会出啥事 哎 以后多帮我要些明星签名回来 哈哈 我都能挤油了 林亚 只能应了一声 随后洗完澡爬上了床 想着明天下午 陆云来接她的时候 把事情都跟她讲清楚 脑海中乱七八糟的 林亚连自己什么时候 睡着的都不知道了 醒来时都快九点 不过剧组已经跟学校请了假 她直接去了北区礼堂 十点钟要在那边试服装的 来到这里时 发现其他人都到了 反而自己是最后一个 林亚笑着跟人打了个招呼 就被造型师拉进去打扮了下 这一忙都到了中午 此刻她换了一身行头 在镜子前仔细瞧着 也不知道是谁设计的 大学生就得穿这种制服吗 上半身白色小衬衫 胸口的扣子都快绷不住了 胸前还垂着一条蓝灰相间的领带 下面穿着灰色的白褶裙 脚上则是圆头皮鞋和小白袜 林亚皱着眉打亮了几眼 这副打扮倒像是之前 刷视频看到的展男穿搭 那还不如穿柜子手衣服呢 展男也展女 不过随着发型 也被造型师整理后 看上去比她之前的模样 还要清纯许多 至少她很满意 嗯 以后有机会穿这身 给陆云看看 保证她喜欢 殊不知 此刻的校长室内 陆云跟寇景坐在沙发上 旁边是陪着校的校长 以及唐岛 面前是个大显示器 陆总 这次您放心 演员都是 按照符合剧本形象来挑的 绝对没有任何一个 靠关系上位的 是吗 那女主不是我选的 寇景一脸笑意 翘着二郎腿 仔细看着显示器里的 女主演员 嗯 寇总要求的人选 怎么能说是靠关系呢 肯定是有她的独特之处 唐明憋了半天 才想出了一些恭维的话 毕竟她不擅长这个 陆云帮她开口解围 行了 阿景 人唐岛就是个实在人 怎么说 这是你新女友 换换口味 寇景眯着桃花眼 丝毫不在意 不是说 还有你们家台柱子人序吗 怎么没看见她出来 小人正在化妆 待会儿就出来了 哦对了 这次的女三人选 倒是让我很满意 飞燕大学果然是卧虎藏龙 没想到 还有这么符合 我要求的女学生 唐岛顺带也恭维了下校长 让新上任的校长 也是笑着点了点头 哦 寇景来了精神 漂亮吗 确实漂亮 哦 她来了 就是那个穿灰裙子 白衬衫的女生 凌亚确认好服装后 跟仁旭一同走了出来 站在了礼堂的展台上 殊不知 上面有个高清摄像头 正对着她 而镜头外 则是一脸讶异的路扣二人 这 寇景有些傻了 什么情况 小嫂子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 见寇景惊讶的样子 唐岛凑了过来 这就是那位扮演持亲衣的女生 叫凌亚 小姑娘挺上镜的 第一次面试 也不怎么怯场 嘶 确实很漂亮 寇景内心狂笑 但只是憋着 没有表现出来 从她的角度看陆云的侧脸 发现她那张脸 已经冷得都快结冰了 校长一看寇景这神态 以为她看上凌亚了 也凑了过来 寇总想要认识的话 我可以安排她 跟您吃顿饭 自己这校长的位置 还是靠寇 陆二家的帮助 此刻见花心寇总有了想法 她肯定也得拉下老脸帮忙 唐岛装作没听见的样子 接着给二人介绍 这个叫凌亚的小姑娘 跟陆总你旗下一人人序 还会有不少对手戏 可以考虑挖掘金贵公司 哼 对手戏 陆云眯着眼 嘴里吐出一道凉音 是的 一共有两场吻戏 还有一场 呃 激情戏 扑 寇景憋不住了 直接笑喷了出来 完全不顾室内气温 陡然降低了几度 笑着狂拍陆云肩膀 哈哈哈哈 有吻戏 还有激情戏 哈哈哈哈 娘的 笑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唐明有些不明所以 只能尴尬着陪笑 而陆云则是咬着牙 强忍着怒气 让这个叫凌亚的 现在过来见我 立刻 马上 那个 陆总 他们正在试服装 要不待会儿 唐明跟校长二人连连擦汗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陆总不是一向不敬女色 怎么这会儿这么激动 难不成看上人家 不过校长突然想到了什么 立刻拿出手机 翻到了自己村的照片 擦 刚刚没注意 只觉得这姑娘眼熟 可不就是上次陆总来学校接的那个女生 老天 我刚刚做了什么 我还给人拉皮条 完了 完了 见二人不吭声 陆云直接从沙发上站起来 理了理外套 还请唐导带路 我现在有事想跟他说 好好好 唐明芒带着几人 一路小跑 来到了李唐 灵亚正在跟仁旭 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 突然看见李唐大门被人打开了 随后一个他怎么都想不到的面孔 出现在了门口 鸭鸭 妈呀 他怎么来了 要死要死 第52章 我后悔了 鸭鸭 男人的这一声怒吼 再搭配上他此刻的气场 李唐内所有人都沉默了 虽然他们大部分人都不认识陆云 但看到校长跟唐导站在他身后 就知道 这人的身份不简单 灵亚此刻内心狂跳 头皮都有些发麻 颤抖着腿 慢慢走了过去 任旭脸上的笑容 一下子挂住了 别人不认识陆云 他可认识啊 这是他们公司的幕后大boss 他在一次庆功宴上 见过陆云一面 只是现在看来 灵亚还跟他认识 灵亚缩着脑袋 缓缓走到他面前 看着陆云阴沉的脸 不敢吱声 走 跟我回车里 哦 二人走后 李唐内纷纷窃窃窃语起来 学生们认出来 这就是灵亚的那个男朋友 而赵文耀则是有些后怕 连忙问唐明 刚刚那个年轻人是谁 咱们大投资方 多得别问 你有什么小心思 都给我收起来 赵文耀立刻点头如捣算 而寇景笑眯眯看着二人走远 随后走到了女主的演员身边 跟他聊起天来 任旭看到女主演员 恨不得现在贴到寇景怀里 心里有些不屑 对灵亚的好印象 也全部烟消云散了 坐到车里 感受到气氛不对 汪明伟直接尿顿了 我的鸭鸭真有本事 头顶传来男人似笑非笑的话语 灵亚低着头不敢抬起来 见灵亚装驼鸵鸟 陆云双手抱着她的头发揉了揉 又捧起女孩的脸 狠狠咬了一口 我说随便你怎么样 我都支持你 你就直接给我憋了个大的 好家伙 一声不吭 跑过去当演员了是吗 阿云 我想说 这其实就是个巧合 巧合到唐岛 都差点说非你不选了 灵亚看着男人强压着怒火 但又不能表现出来的脸 突然笑了一声 阿云 你吃醋的样子好可爱啊 陆云被她气得一愣 转头看了眼前面 又回过头来 你是不是故意气我的 啊 呀呀 你的角色跟那个人婿有吻戏 还有床戏你知道吗 啊 我我我真不知道啊 灵亚只以为自己演电影 跟男演员搭戏她会吃醋 没想到 还有这么大尺度的内容 阿云 那些都是假的 别人知道是假的吗 陆云看着她的脸 突然非常后悔 自己承诺她的要求 不行 我反悔了 灵亚伸手 想去扒拉她的手 但挣脱不了 阿云 要不你跟导演去说 删掉就好了 我事先不知道的 真的 要知道 我肯定不去试镜了 嘴又被堵住了 但灵亚心中 却是甜思思的 闭着眼睛 让她好好尝了尝 激情戏肯定会删 星乐公司 一向是严格要求旗下艺人 这种下三烂吸引眼球的戏码 肯定不能允许出现 对对对 灵亚反手搂着她的脖子 别生气了 既然都答应人家躺倒了 我就拍着玩玩 以后肯定不拍了 也没几天 就当体验一下了 你怎么想着去的 这个 是胡小晴 听着女孩吉利咕噜说了一大堆 陆云的神色也慢慢缓和下来 她把女孩推倒在后座上 俯身下去 爷爷知道了 估计又要骂我 对哦 我演戏被其他人看见了 会不会对你们陆架 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这倒不会 只是爷爷不太喜欢 没关系 爷爷最喜欢我了 你跟他说下就行 要说你说 我肯定不去除他的眉头 灵亚有些好笑地看着她 不过没想到能提前看见陆云 她又主动递上了红唇 两个人在后座折腾了一会儿 她感觉大腿皮都要破了 这才叫停了比赛 阿云 不要在这里 外面还有人 感受着在自己身上游走的大手 灵亚又羞又闹 这陆云气劲上来了 恨不得当场给她办了 不要在这里 陆云嘴角又出现了 当初毕咚自己的邪笑 那意思是 家里可以 灵亚这次没有反驳 咬着牙凑到她耳边 晚上回去 我都给你 陆云听到这话 心里顿觉舒畅 不过对她这副啥也不懂 就一头扎进娱乐圈的做法 有些头疼 呀呀 以后这么重要的事情 要跟我说 合同签了吗 啊 合同 没有 没有 陆云差点被气笑了 心愁吗 嗯 没问 算了 我来帮你吧 陆云又搂住她亲了几口 你这傻丫头 真被人卖了还不知道 我算是服了 头一次遇到这种事啊 我哪知道 让我进建筑公司 我肯定熟悉 是是是 咱家压压厉害着呢 两个人又腻歪了好一会儿 这才回到了李唐 不过这次进去后 所有人对她的感官全变了 再加上她一头乱糟糟的头发 都纷纷猜测 刚刚她出去跟陆云干啥去了 陆云喊过导演 去小房间把凌亚的事情都说了一下 没想到居然是陆夫人 唉 我真是 陆总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这个身份也不用到处跟人说 但是剧本里面那些桥段 您放心 必须遵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些糟粕早该去除了 见陆云点头 唐明这才放下心来 当初编剧加上这个激情戏时 也是有些小心思在的 不过现在就算了 但吻戏最终还是保留了一场 属于男二跟女三校园回忆的重要一环 当然了 肯定是结尾的 真让陆夫人跟任婿亲了 下周自己就要过头七 陆云视察一圈后 把搂着人家女孩 腰不放的扣颈拉走了 哎哟 你是爽了 哥们还没怎么下手呢 要下手你 晚上带她回去 别在外人面前这样 玩什么不好 找这么年轻的 云哥 就允许你找二十岁的嫂子 不能让我找二十岁的小女友了 做人不能这样好吧 那能一样吗 鸭鸭是爷爷安排的 我可没有这么好的爷爷 他可瞧不上这些可怜的女孩们 可怜 当然可怜了 需要哥们去拯救他们于苦海当中 林亚回来后 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 走到了任婿旁边 虽然任婿还带着笑 但林亚觉得她 好像有些敷衍 任婿一想到 昨晚女孩说出 不就是想前规则这句话 她本以为林亚是个有骨气的姑娘 不会轻易 被娱乐圈这个大染缸给污染了 那也曾想 人家 直接爬上了老板的床 林亚见任婿这副表情 猜测可能是刚刚自己被陆云带走 她误会了吧 不过她也懒得解释 自己堂堂正正的 别人爱怎么想怎么想吧 唐岛送走二人后 也走了过来 大体巡查了一番 发现没什么大问题 就让大家先换回自己的衣服 准备下周正式开拍 让他们等待通知 看着自己被拉进了一个大群 林亚先是看了一圈 发现都是剧组的成员 就在她挨个查看时 突然从群里面冒出一个私聊 胡畔 哎 腿子 你也在群里面啊 对了 你说是在剧组打杂的 这要巧啊 你在哪呢 我怎么没看见你 就在你面前 林亚抬起头 发现任旭带着怪异的笑容看着她 你就是 哇 真的是巧了 林亚不禁感叹 这世界真小 回过头来想一想胡小晴昨晚问她的话 看来她还真的早就跟任旭认识 不过任旭也没多说什么 告诫她周末好好放松放松 不要太紧张 不然会影响下周的拍戏状态 谢了 我会调整的 对了 周末你还玩吗 不了 我要去赶其他通告 行 那我先走了 看着女孩离开的背影 人序的思绪却有些乱 明明是这么青春可爱的少女 为什么非要做出这种事呢 钱 就真这么重要 第53章 最珍贵的东西 下午没什么事 林亚又回去上了会儿课 下课时 陆云已经站在学校大门外等她了 阿云 没等多久吧 嗯 下午出去了 当当 想到刚刚自家老板一直在车里发呆 汪明伟决定还是不要说话为好 一头钻进车里 而陆云也是顺势搂住了她 林亚则靠在她怀里 就是这么自然 舒适 且安逸 除了她跳动的有些快的心脏 晚上回去会发生的这件事 就算她两世为人 也是头一遭 不担心是假的 不过 根据陆云的反应来看 她显然也是第一次 不过她的样子 倒是淡定得很 林亚把耳朵贴在陆云胸口 发现心跳很有力 而且节奏感也强 并没有她心慌意乱的那种感觉 看着怀里的丫头 突然露出不满的神色 陆云有些不明所以 回到家吃完饭后 林亚拉着老爷子 进了她的房间 爷爷 我有个事情跟你说下 你不要生我气啊 是那魂小子 不是了 阿云对我很好 不是我们俩的事情 行 丫头你说 是这样的爷爷 阿云公司不是投资了一部戏吗 我进去参演一个小角色 林亚一边说 一边看着老爷子的神态 发现她并没有什么不对 这才继续道 阿云她也是同意的 爷爷你不会生气吧 嗨 就这件事 我有啥可生气的 毕竟还是那魂小子投资的 你又不会吃亏 我听阿云说 你不太喜欢拍戏的女 那是别人 咱家丫头这么漂亮 有什么不能给外人看的 谁敢说闲话 爷爷有句削她 哈 爷爷你真好 跟老爷子这边 确认没问题后 林亚推开门刚想离开 就听见老爷子悠悠来了一句 丫头啊 你做什么爷爷都支持你 但爷爷 只想着尽快报个重孙 你跟那魂小子 阿 爷爷再见 见林亚跑出去 老爷子摇摇头 突然有了让公叔 在饭菜里面下药的打算 跑到客厅 看到坐在那边 假装看电视的路云 林亚冲她做了个OK的手势 我亲自出手 那还不是随意难念 天不早了 该回房间了 陆云起身关了电视 走过来拉着她的手上了 林亚这时候 双腿又不争气地抖了起来 坏了 怎么到这个时间点 自己又害怕了 陆云先去洗了澡 等林亚洗完出来时 她一如往常 带着温和的目光看着她 帮她吹好了头发 两个人躺回床上 熄了灯 但陆云只是轻轻抱着她 什么动作都没有 闭着眼睛 装死了十几分钟 见陆云一动不动 林亚只能率先开了口 阿云 阿云 你睡了吗 还没 我要看着你先睡 那个 你真不要啊 我其实都准备好 我知道你有些担心 我说过 我不会勉强你 除非你愿意 晚安 鸭鸭 枕在陆云怀里 林亚一点睡意都没有 陆云是 确实喜欢她 而并非只喜欢她的身体 可这会儿 又让她不太开心 什么意思 姐们不够诱人 想到这儿 她咬着下嘴唇 凑到了陆云耳边 阿云哥 乖乖 这叫一个九转十八弯 这家的自己 都有些受不了 而她的手 也在陆云胸口扶了扶 随后轻轻咬住了她的喉结 疼 撕裂般的疼痛 林亚忍不住惊呼出声 而陆云先是一愣 随后神情更加温柔 第二天早上 林亚缩在陆云怀里 都没敢动 身体还是有些不适 昨晚陆云尽管很温柔了 但她还是多少有些疼 陆云也醒了 无比怜惜地抚摸着她的头发 手臂还在她腰间 深怕她不小心从中滑走 阿云 我在 我已经把最珍贵的东西给了你 你一定不能不要我啊 不会的 压压 两个人一直躺到大中午 在老爷子有些不耐烦的敲门声中 才起了床 但二人离开后 见女佣进去 拿出了沾有血迹的床单去清洗 这才恍然大悟 暗骂自己混蛋 不知道让丫头多休息一会儿 所以轮到吃午饭时 老爷子就一个劲儿给林亚加菜 还嘱咐陆云要对人家更好一些 够了爷爷 吃不下了 林亚此刻的样子更加迷人 让陆云的眼神都有些转移不开 见到二人那种腻呼劲儿 老爷子吃完后就离开了 说是在家里快酷死了 呀呀 要不要陪我去一处大楼看看 啊 去哪里 曾经王家的地盘 现在是我们的了 也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一脸惊讶地看着陆云 却见他微笑着点点头 就是害你的那个王家 现在 没了 嘶 那王洪飞那个狗日的呢 进去了 为啥 犯罪证据确凿 走私 运输 林亚不知道王洪飞是否真的犯了这些罪 但陆云说他犯了 那就一定是犯了 反正想害自己的都不是什么好鸟 汪明伟驱车带着二人来到了一处大楼 看上去比较新 没有云路集团那么高 但也有十层楼 林亚没有更改公司名称 还是叫做还宇 主营业务是开发游戏的 原本在单机游戏圈也是挺出名的 没想到 现在变成了真正意义上自己的产业 至少他一个人 就占了95%的股份 这是陆云送给他的保险 哪怕运营不下去破产 光是卖大楼 也够他好好度过后半生了 合同签署完成后 林亚坐在总裁办公室的椅子上 一时间有些恍惚 自己 这就成老总了 当然 日常的运营什么的 还是得靠下面的人 他对此一窍不通 索性就不瞎指挥了 更何况还有陆云在呢 看着椅子上呆呆傻傻的林亚 陆云用手摸了摸他的脸蛋 还满意吗 我的总裁大人 嗯哼 还行 林亚轻哼一声 耳垂有些发红 陆云见到后更是神色一领 但相较于自己的欲望 他更爱惜自己的鸦鸦 从身后环抱住他 陆云声音也是低沉 鸦鸦 无论以后如何 有了还宇这家公司在 你也算衣食无忧 你有了自己的小金库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以后出去也昂首挺胸的 在这么多家公司里面 你应该算是同身架里面最年轻的 哎哟 我又不是不知道自己的金粮 这都是你给我的 阿云 你对我真的太好了 转过身去 林亚堵住了她的嘴唇 两个人搂在一起 最后还是陆云先停了手 这几天你好好休息 如果开拍的时候还不舒服 我就让唐倒 不用 我没那么娇弱 林亚酣笑一声 我只想把最好的都给你 晚上 林亚根据陆云的意思 把还宇公司的员工 全部请到陆家的酒店吃了一顿 原本员工都以为上头换了人 自己日子会变差 没想到 居然是传说中的陆家公子 以及他的未婚妻 这让公司内部的人员都激动起来 背靠大树好乘凉 更何况还是陆家这棵参天大树 这样一来 原本很多审核卡死的地方 都可以让陆家帮忙通融通融了 大家也可以大手大脚地放开去创作 吃完饭后 林亚跟着陆云回到了家 原本陆云都快睡着了 却被林亚按在了身下 这次 我要当女骑士 请不吝点赞